什麼時候可以動工完成 什麼時候可以環路漁民 另外在莊金路前面這麼大做的工程 你現在工程期 到底是分成哪些項目還要再做 各式到什麼期程會完成 你能不能在今天下班前 你就把這份表拿出來給我 我要公告周知讓李明都知道 否則李長也被罵慘了 沒有問題 這個今天下班前就應該要拿出來給我了 好不好 那再拜託一下 其他新的工程要施工的時候 其實包含像我們金國路前面 當時好像從 那個編號是不是到惡靈我記得 那個金國路前面也是造成困擾很多 那我希望有新的工程要施作的時候 引以為替 不要再有這樣子的狀況了 絕對不可以讓工程再去延宕好不好 拜託一下 謝謝 那農業局長 那個前一陣子我有請農業局 謝謝農業局的同仁 陪同我們區公所到了公園去查看路數 但查看完畢以後 我是覺得副市長要幫我們一下 因為區公所我覺得他在發包之後的廠商 專業度我覺得不夠 人力我覺得也不夠 那真正專業是在我們的農業局 那我們農業局不管是我們自己的人員 或者發包出去的廠商 因為我們夠專業 所以廠商也必須符合我們的條件 那我們現在很多路數出現嚴重的白蟻的情況 那這次有很多的颱風輕輕一吹 可能很多路數就都倒了 公園樹也倒了 那當然風強勁是一回事 可是如果這路數本來就病了 更不堪一擊 所以是不是能夠請農業局來協助一下 我們各區公園的路數 的數目跟路數 那能不能做橫向的聯繫跟各區公所 我們可以派員來去支援他們 那應該怎麼做 會後你給我一個報告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萬議員 農業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目前我早上要來開會的時候 我又看到我們農業局 這是尾外 就是那個紅火雨 是尾外嗎 是尾外嗎 都是尾外 我看到那個車子跑著 不知道有沒有噴 我不曉得 他跑很快 啪呀就過去了 我們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我想我們紅火雨 到現在我們已經有幾年了 就是為了這紅火雨 我們要消滅紅火雨 我們已經辦了幾年了 十幾年 但十幾年的成效 科長你有沒有去分析過 這反 沒有減反征 沒有減反征 現在 尤其現在 我們揚梅這個器塊 那紅火雨下死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藥物完全沒有用 我們要花那麼多的錢 還是噴假的 報告一座我講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紅火雨是從93年就開始做了 現在就是說 我們廠商不夠 我們現在就是 要擬出一個辦法 就是要訓練60個隊員 來就是各區 各區的產銷單來訓練一下 我想說 這個是另外一個層面 我現在講說 紅火雨你用這種藥 我本期這個 在上個會期也講 這個藥已經對它沒有毫無作用了 而且我們這樣噴也沒有用 我們花那麼多的錢 去做這個事情 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我想是很浪費工廠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藥物 我們現在是中央補助多少 中央今年在補助五百萬 五百萬 那我們自己編了多少錢 六千零五十萬 那對吧 就花了六七千萬 結果沒有任何的成效 這樣真的 我相信 你天天往農村在跑 你絕對瞭解 我們是有向中央反應這個藥的效用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專家 中央也是弄假的 補助下來 你看 所以現在 我可以帶你去看 那整片都是紅火雨 而且我剛剛講的 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更恐怖的東西 而且現在紅火雨 好像比以前更多 我堂哥被咬三個洞 馬上送醫院 今年沒有休耕就是會跑到田墾 對啊 看的都比較多 所以這個問題 這樣你要重視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說 本期進來參加你很多的 不管番薯節也好 有先則領先草節也好 我想這個活動 你辦得非常成功 過去我是對於這個活動 沒有深入了解 這幾次我看一下這樣 我想說你要繼續推動 那個整個不是行銷 我們農透產品之外 而且那個地方 你能夠利用那個空間 做那麼完善的 一個幫農民推銷銷售 我想本期在這裡肯定你 但是我想說 很多的東西是季節性的 季節性的 你像我們整個茶園也好 仙草也好 地瓜也好 我想說這個東西推廣有機 因為我這不曉得 到底有機無機 我不曉得 我想說我們要落實 這個有機蔬菜也好 你看那天檢查報告 我們小朋友用餐 用到那個建菜 那裡面的含濃量超高 有沒有這麼回事啊 我們今天檢查完全是沒有 因為這個是被那個籃子 可能是籃子菜籃 那個他用翻 那個翻過來的那個感染 不是我們的 我們的來源 農糧署都來全部 十二個班員 全部抽查也沒有 都是沒有 我們根本就沒有用這個農藥 我當時看了我嚇一跳 因為我們法官那麼嚴謹 忽然間怎麼會現在會有農 農藥殘餘啊 所以我想說這個來源證明啊 或者來源要弄清楚 我們都有上面的去檢查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請教一下 我想那天我問地震集啊 我現在實施13秒 會後給我一個書面說明 就是那個 社子系的河川的丁莊啊 他他說是以物我們主導是嗎 本級主導 河川啊 河川縣 河川縣是由我們來撤離 我們有沒有聽到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林政鋒議員 以及李柏房議員 共用10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先請教我們農業局局長 好啦 我們那個 民務工作立免化配秒作業 我們現在要準備進行了吧 現在 配秒作業啊 求齋跟回齋 我們現在有在登記已經 各公所都報出來了 我們也接到通知咧 這個是由公所去統一 來做申請申報 那個 上次本期建議說 在大洞山 虎鑼山 廣執一些花木 來發展觀光產業 你今年整備多少花木給龜山區 看什麼花木 什麼花啊 都有啊 都有 公所都有申請 多留一些給龜山區 虎鑼山跟大洞山的農民來 來種子 來特別通知農衛跟公所 來通知農民來整備種子 還有就是 休閒農業區的推廣 我們桃園市偏重在南極 以及沿海地區 大洞山的地理環境非常好 比林雙北市風景又幽美 對不對 雙北市跟桃園市 七八百萬人口 那兩人做結區 農民那區 一定很流行 所以應該做為發展重點 我希望農業區 能夠 含請我們龜山的農會 公所共同來配合 來輔導我們大洞山區 成立一個農業區的農業特廣區 農業跟公所配合 如果需要我們練習 我們來開會沒關係 我們現在 報告一座 我們現在是 斧頭山這一邊 就是我們苗木區 我們今年有 編了2500萬做龜山的 一個跟管理局合作 要做龜山的那個什麼梯田 生炭苗圃 活化那個龜山的生活 那不是在 在古多山的空景區裡面嗎 對對對 大洞山這邊呢 大洞山這邊也是正在規劃 好啦 我們現在尾由 這名傳的規劃中 大洞山 我是希望說 我們公所跟農會能夠 來配合來輔導好不好 可以可以 那請坐 請問我們 水護局劉機長 是 龜山今天的南崁溪 只有一公里而已 本流域只有一公里而已 上游不算 齁 對不對 從鹿光澳村到中正公園 一公里而已嘛 但是幾年來你們從來沒有規劃 在那邊做整治啊 那個有算是 古山最老的地方 最有必要整治的地方 你們一直沒有去動 為什麼 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有淹水的事實的話 我們才優先來做 有什麼淹水事實 那河床裡面的 河床裡面的沙石 堆積了多少 那一天我看 在豐宿更新 那邊 一個徐位所下面 河床遺跡 我在公公所 跟承包商會看 他說 沙石不能再走 不能做 就不用做了 沙石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再走 什麼叫有需要呢 有需要就是說 它有遺跡 你設立一個沙石銀堂嘛 每個機做一個沙石專領機 可以燉在那裡再賣 對 可以這樣 可以你做了沒有 我講快兩年了 整體沙石銀行嘛 我們整條 這個南崁溪的話 是一個充實的河床 所以基本上 那是局部的淤積 所以希望能夠把局部的淤積 如果要一次 今天洪台來三百 你們餵三百 你們餵三百 你們餵一餵嗎 不是這樣做法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方式你們去研究 再請教局長 三坡地畫出 應該 三坡地畫出的作業裡面 是 我們畫出辦法 它的方塊 七塊瓦是八十公尺 對不對 七塊 但是龜山都是三坡地 都是峽谷地形 你八十公尺做區塊畫的話 根本沒辦法畫出來 你們規定是一百公尺 就可以畫出來 對不對 平均快一百公尺 你八十米的方塊 兩個就一百六 怎麼去畫 所以說我建議你們 找些研究一下子 來修改台灣人士 三坡地畫出辦法 跟台灣人士一樣 以二十五公尺做一個區塊 不管龜山都沒辦法畫出來 這我們再來研究 好不好 財源是可以 我們應該也可以 還有就是那個 三坡地畫出裡面 現在最 面臨的是說 要不要做自容許的問題 那應該是附在條件 在畫出以後 申請水保 申請建主再去做吧 是不是這樣子呢 現在農委會的水保局 他要求先做 現在怎麼做 對 關鍵像這次畫出一千公頃 做水的土地 你不要以水保局的意見 來管我們 你可以附在條件 在三坡地畫出以後 你要申請水保 要申請建主 你必須付自容許 對不對 我們要把這個意見 跟水保局報告 請他來納入參考 因為最後我們 這個 畫出的計畫 要送到這個中央 由水保局來 不然我們自己先修三坡地畫出辦法 先修好送審 不然他沒辦法做的 都動作了 股村才有請 要一千公頃 要做什麼 靠地 對 所以這個中央他 不太了解地方的這個實際 所以我們要自己先修 我們畫出辦法 中央要修才有辦法 不然因為最後還是要行政院核定 我們送給他審 那審他就把我們推薦 推薦我們再去講 你不送他永遠不會改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努力 我們要被人改主動 因為我們也做不成 是 對 好 謝謝 好 劉委長 是 我要請教你 有關於我們山珠福的一個 生態跟休閒區的一個開發的部分 能不能就那個進度的部分 能稍作一個說明一下好不好 進度這部分的話 那我們已經這個設計標已經在 這個昨天已經發包 那接下來就是設計完成後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這個硬體的實作 那總經費我們編了這個3600 那包含這個永福溪的這個跨橋 以及裡面的六個這個園區的一個改善 好 那這樣的一個總面積呢 目前的總面積呢 總面積大概18公頃 18公頃 那目前那個北水局 有在 在一樣在他的前端 有做一些填土 那些那些土地 有沒有進入我們的規劃範圍 沒有 但是我們希望以後 跟他來一起串聯 是 那這樣子 未來整個 這個生態休閒區的一個開發 會不會有可能延續到對岸的一個 一個跨橋的一個問題 這是後面我們有一個總體規劃 那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跨橋 那這樣就可以變成一個環狀的一個 這個油氣區 那可以左右兩岸都可以 那結合在一起 不過這個是要後續 我們在這個106年提出來這個整治計畫 送到國發會 合定以後再來 實作 好 那這個 你說送到國發會 這應該是講整個大安系的一個整治計畫 是 好 那我想這個大安系的整治計畫 本席一直在跟局長提議 也就是說 這牽扯到我們整個桃園的未來一個發展 跟北台灣發展 所以希望你能夠多做一些努力 對我們是全力再配合 好 謝謝 好 請坐 好 那個 謝謝教 台風的災損補助 這項目大概有哪幾項 局長你也這樣打開算盤子 天然救助 就是我們 這次是全國性的 都是用現金補助的 好 那項目呢 項目是大概哪些項目 比如說是設施嗎 還是說他這個 設施也有啊 那農業直接生產設備呢 就是蔬菜啦 往事設施啦 還有那個 那個 像大豆啦 那個 雜糧都有 好 那也就是說 我們針對所有的農業 農業的一個 一個項目的損失 以及所謂的設施的損失 應該都在補助範圍 那這裡邊就是說 有一個比較重要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所謂的這個 往事蔬菜 他們的這個帆布的部分 那這帆布事實上是對於 防風 對於防蟲 以及增加農業生產 它是很重要的一個設施之一 但在這幾年來 有關於這個帆布的部分 好像都沒有在補助的範圍之列 那帆布又在幾年之內 所以 所以這帆布的部分 已經變成是很重要的 一個農業設施 那是不是局長 因為過去 我有問農民 邀請這個部分 都沒有這麼高 是不是說 在我們這一次 能夠確實調查 到底有哪些農民 這樣的一個帆布損失 那列入我們所謂的這個 補助項目 是不是可以 都有 這一次都有 水平市的售交部 是三千元 如果溫網市的是四萬五千元 好 那這個部分 再請這個局長 再跟詳細調查之後 再逐一的一頁補助 場下班 他們都知道 我們都有聯絡他們 都是要報 今天還是在陸續再報 好 謝謝局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陳美美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副議長 我先就要由我們水務局 我們劉局長 是 那個 之前 也跟你提到說 我們桃園區 這個浮原街 要排水到明光東路的部分 也會看了很多次 現在 現在有一個問題是說 它這個地方 它是地勢比較低窪的 它目前的這些相關的 這個排水的部分 都是連接到 之前舊的這個水利溝裡面 水利溝之後 它是會穿越那個明光東路 到對象 對象的私人土地 之後再轉 再轉回來明光東路 我是希望說 因為那天 最後有一次去會看的時候 我們水務局這邊沒有派人去 所以我當初也跟那個工程單位 那個 他們提到說 因為 現在既有的這個水利溝 它居然是有穿越到明光東路 是不是能夠在明光東路那邊 因為你們現在陸陸續續要做那個污水下水道 應該都有探管了 有探管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直接從明光東路在中間 然後把那個水利 原先的這個水利溝的這個部分 能夠再引流 引到大葉路的相關的排水 這個工程可以怎樣實作嗎 這一部分我們再來評估它的這個可行性 因為這個水利溝基本上是水利會的 那我們要來把它這個做 因為那個那天會看水利會也有派人員去 因為目前它的這條支線的下游 其實已經沒有那個農田在灌溉使用了 所以他們說水利會也講到說 你們有地方有什麼需求 要使用就由你們自行搭配 是 好那我們就朝這個方向來處理 我是希望說 能夠改善這個地方的這個排水的問題 是 再來就是有關於這個污水下水道 永安路和池文路的 目前這個施工的地點 雖然上個會期有去會刊 也有改善這一個就是排水的部分 但是我前一陣子 有一場大雨的時候 過後沒多久 我有去現場有問就是當地的店家 我就說那這次下大雨有沒有比較改善 他說沒有還是淹水 所以我們這個污水下水道在施作的時候 這原先的這個排水的相關系統 也影響到我們整個區塊這個雨量 下大雨的時候這個排水的問題 那個部分到底什麼稍微好啊 持穩路 跟一座報告那這一部分它主要是路面 然後的側溝的這個排水量不足 那應該是把側溝做一個改善以後 那納入我們的雨水下水道 那這個就可以改善 那我們再跟公文局再來 養工處再來要求儘快把這個側溝做一個適當的改善 跟污水這個幹管應該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是在非常地底下 沒有沒有因為它喔 它剛好在中間它原先是穿越 它原先的這排水的設計是穿越 那因為之前有去會刊喔 那個就是施作污水下水道的廠商 他們有提到他們有改道 有改道是 對有把那個改道 所以變成改道之後 它反而它的龍水面積啊 沒辦法一下子就直接穿越 就好又繞行 所以很容易就造成那個回堵淹水 那我們再來做調整 好 再來就是我們那個後站樹林三街陶陰路 這真的是每逢大雨啊 好的時候是第一個 桃園發現淹水的地點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這個 就是陶陵鐵路這個排水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把這個部分的這個龍水面積 是不是也能夠來減少 這一部分的話 那因為它是一個這個五尾的一個香含在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我們做一個這個雨水下海道 把它打通到大智路 然後再由大智路用抽水機抽到這個東門溪 那另外一方面就在旁邊 我們大概有五公頃的這個國有地 我們現在也跟它申請變更成為這個做制紅池 那這樣子的話 雙款旗下的話 對這個剛剛提到的這個 這個淹水的話應該可以有顯著的改善 我是希望說能夠盡快來把它規劃 把它這個地方的這個淹水的問題 能夠來解決 不然這裡的住戶啊 他們只要聽到下大雨的時候 大家都很害怕 可能又要造成一些加劇的一些損壞 對像素人三街這個熱點的話 我們在颱風警報一發布的話 我們就先把抽水機放在這邊 先做預抽 把這個整個香含裡的水都把它抽乾 來爭取大概一萬立方米的這個儲水量 那這樣子可以做一些改善 好謝謝 農業局局長不好意思 我想我們桃園 這個桃園果菜市場啊 那之前也有在反映說 要找適當的地點來做遷移 目前這個部分有在進行規劃了嗎 目前是還沒有找到這個適當的地點 因為我們是要配合水利會的那個 那個內力有一個大的 那個幾號碟 四十三尺 大約有十一點五公尺 這樣 我是希望說 因為這個區塊啊 鄰近學校啊 我是因為現在的這個 國菜的這些銷售的部分啊 批發的部分啊 應該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環境 讓這些不管是蔬菜的那個進出啊 或者是批發採購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我是希望說這個部分能夠持續來規劃 又比較方便的這些停車方便啊 還有交通動線也比較方便的 這個現代比較現代化的這個 我們的果菜批發市場 謝謝 因為現在的果菜市場的面積太小了 我們身為市 桃園市啊 我們要有一個規模 比較大的 差不多要十公頃以上 連停車場 的確都是要 要我們也是配合中央 中央如果我們有設這個市場的話 他可能也會補助我們 六億到十億左右這樣 六億到十億 那我再來就是有關於 這次的颱風啊 也造成很多這些路樹啊 倒塌 不然就是說 從中間撕裂 那我們現在 有關於我們桃園啊 這一些樹木的修剪啊 有沒有一個 就是規範的一個方式 我們農業局這邊是 對於五十九科的珍貴老室 去做保護 其餘的路 像路樹 是我們的公務局 是負責 跟區公所去做負責的 因為之前啊 參加各區公所 辦的這個地方的說明會的時候 有很多 就是不管是里長啊 或者是 地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民眾啊 他們也有提到 他說現在我們修剪樹木啊 幾乎都從下面修剪 只留上面的那個頭 那個葉子 遇到那個大風來的時候 那個變成說他的整個那個承載力啊 其實是有點不平均 有點問題 我們是不是也能靠 請比較專業的人 來研究 怎樣修剪那個樹木啊 比較符合樹的生長 也在颱風季節的時候 能夠抗阻力 謝謝醫生 關於這個修剪樹木保育的遺址方面 我們都是在各區公所都有受過課 就有專業老師來 來教他們怎麼修剪樹木這樣 公所也是有辦過的 所以說我們還是繼續再會辦 再來就是我們桃園有很多的蔬菜班 像最近這個颱風啊 對我們學生的營養午餐 會不會供應上有造成困難 因為很多這些產銷班 有一些也有供應那個北部 台北啊新北之類的 因為我今天早上稍微去看了一下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黃婉如一言發言 謝謝 針對這個素人三接 每次遇到雨就淹 我希望你再重新再回答一次 是這樣子的話 那因為在他素人三接旁邊 我們有找到五公頃的這個國有土地 那我們現在是把它變更成為這個制宏池 那現在已經在進行中 那以後這個就可以做為這個制宏池 那另外的話 我們是在素人三接 我們要做一個推進館 推到這個大字路 然後從大字路這邊再做一個這個抽水 然後抽到這個東門溪 那另外在上游的這個 它的源頭的這個大竹皮糖的話 那我們是藉由土牛溝 把它這個分紅分到這個大汗溪去 那這樣子源頭這個減少 然後在他原來的這個 市長啊這樣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現在都在進行中 那應該 要幾年的時間 應該是兩年就可以完成 兩年喔 剛好這個市長任期結束 我告訴你啊 再二十年都不會完成啦 你知道我聽過幾次的說明會 你說要做制宏池 你去想別人家的利益拿來煮飯比較快 我跟你講 民地願意嗎 那個是 國有財產地願意嗎 民地跟國有財產局在打官司耶 怎麼會願意呢 那是小部分 你在這邊喔 在這邊講 講的聽的 講的比較快啦 用說的比較快啊 是不是 那個不好意思 局長 我告訴你啊 這是最難堪的事啊 是 遇水啦 遇到下雨啊 那個抽水機就過去啊 我跟你講這兩年啊 你說要兩年完成 我告訴你沒有那麼快了 我告訴你真的 當初啊 我們大家都期盼著 好心的政府 會不會讓我們的後戰啊 可以不要再免於這個淹水之患啊 結果現在還是一樣啊 是不是 你們一二再再二三的這個 一二再再二三的說明會 的結論就是 志宏池的土地取得有困難 那你現在還敢拿這個來當豐公偉業 志宏池的土地它是分屬就是國展局還有這個農業局這一部分 那我們農業局這邊 好啦局長我比你清楚啦 用講的比較快啦 實際去做可能就很困難啦 從之前啊第一次半年前的颱風淹水到現在 到那時候的說的那時候你們的報告到現在還是沒有變啦 是不是 那塊地還是沒有解決啊 所以我們在上游的這個源頭也希望用截流的方式把這個 他的這個源頭把它直接排到大安西 對嘛你志宏池不可能土地取得 你就明白講嘛對不對 不要再講的這個講了一堆 然後來騙這個外行人 雖然我是外行人啦 但是啊 我一二再再二三的說明會我都有參加啦 我也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啦 那另外喔再來喔 那個另外再來喔 那個我實在不知道你們為什麼一小段的這個 一小段的路的水不通 也要請規劃公司寫了這麼一大本的這個 的那個計畫 評估 結論就是很可笑 就是把這個水溝清一清地下的染線整理一下 這樣就好了 我不知道那一本要多少錢啊 委外這一本的評估報告要多少錢 不好意思說這個是因為我們是要請 你們都沒有專業人士嗎 你們裡面坐在這裡高考 高考普考什麼檢驗官什麼官的 通通都沒有都沒有普通常識嗎 對我們是因為這一部分要請 公務局養工處來做 那所以他要求我們要有這個 相關的這個水理演算的一個結果 所以你們不能基本的判斷嗎 你們是不是水務局的預算太多了對不對 動不動就委外評估 委外做報告 是不是 然後報告還一直吹吹吹吹 吹了一兩個月 那個結論就是 只要把那個水溝裡面的染線整理好 然後淤泥清一清就可以了 那你們眼睛不能看喔 你們不能專業判斷喔 這部分應該是可以有專業就可以 還有你們 你在工作報告前面寫了一堆喔 前面寫了一堆這個計畫那個計畫 局長兩年做得完嗎 兩年做得完嗎 基本上這些 這些的整治啊這些的規劃啊 是不是 兩年做得完嗎 應該都是用這個最長兩年的時間來做 最怎樣 最長的時間是兩年 什麼叫最長時間 就是說我們大概都是跨年度 譬如說我們是五月發包 可能到明年七月來結束 局長我希望喔 你不要跟外 你們不要跟外面的規劃公司勾結 動不動就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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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到最後 真的 那些規劃書啊 規劃出來報告 都變成長津閣裡面的書了 不好意思說這個是必須的 因為我們要跟水利署爭取這個 六年六百六十一 他要求一定要一個治理報告 所以假如你沒有這個治理報告 他就不會納入這個六年六百億的 好啦你怎麼說我怎麼聽啊 剛才我講的一條小水溝 也要請外面的委外的公司去 也要請外面委外公司去 去做這麼一本的報告 那也是要送給那個什麼水利署啊 我才不相信 另外那個謝局長 說實在喔 現在大家都為紅火椅 紅火椅所困擾喔 本來啊真的桃園市是 對我來講是西線無戰事 我去那個中路區段徵收 走了一趟回來 結果人家告訴我說 那個是被紅火椅咬的 局長說實在 我們沒有辦法去殺死他 我們沒有辦法去撲滅他 但是也讓我們去認識他 可以嗎 因為他跟我不熟啊 他不知道我是議員啊 所以他就給我盯了一個包 而且那個包還去打針耶 對不對 如果我知道那個地方 有紅火椅注墨的地方的話 我絕對不會去的 我想喔 以這個例子來講 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 那個是紅火椅 大家都覺得我在都市 那根本不可能會跑到都市 可是去段徵收區的土地 不知道哪裡來的 也跟著來了 紅火椅也跟著來了 報告一座 我們會加強這個空地的管理 你要讓大家知道 紅火椅長的什麼樣子 那另外喔 明年啊 是這個臨安樂啊 臨安樂啊 也讓民眾放了下心啊 喔沒關係 我可以放心的給他丟出去的 以前啊 把這些動物 把這些飼養的這些動物丟出去 會心裡會覺得很不安 哇12天就要安樂死了 可是啊 現在可以很放心的丟出去的 我認為說 如果你們真的是要臨安樂 也必須要給民眾教育 要叫他們臨氣養 怎麼樣叫他們去臨氣養 那個所長 報告一座 就讓妳坐下 報告一座 我們現在就是在各區各裡 才開始辦理行為的那個宣導會 然後加強那個世俗的一個職人教育 那在校園這部分 我們也會一併來加強 那妳有沒有 那有沒有這個任意棄養這個 棄養家裡的那個寵物 飼養的動物 然後被罰的 有沒有 有 今年有七件 啊 今年才七件 十個月才七件 那我們街上那麼多的狗狗貓貓哪裡來的 我跟你講你們沒有去認真 真的 你要臨安樂 大家是拍拍手 但是 你沒有從源頭去 零氣養 對不對 你去找幾 你去找幾個例子 氣養的例子 然後在媒體上公布出去 我告訴你 大家絕對不敢亂丟的 絕對不敢把自己的寵物不要的亂丟的 你今年才七件 你七件 這個消息傳出去 整個是七件 我告訴你啦 大家偷笑啦 讓他出去自生自滅 沒關係啦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例子太少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動物是無辜的 壞就是壞在世主 是不是 你才罰了七件 那下一步要怎麼做呢 那 報告一座 那 就是針對 源頭的一個管理 我們也會來加強 包含 學育的部分 還有登記的部分 這個我們都持續再來加強 還有就是說 我告訴你啦 不要讓這個 不要讓這個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黃富淑鄉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謝局長 早上李嘉欣議員說 她在揚美碰到了 這一個紅火椅 摩托車防治的一個 灑劑的一個動作 在十年前 在馬路上灑 騎摩托車 十年前我是碰到的是 我追著的是一個吉普車 一輛吉普車兩邊放管子 然後就是讓藥劑灑 灑了給在 我越沒路越逃路大馬路上 結果那個藥劑是粉撞性 結果是跟著風 給我們路邊的老人家 跟小朋友吸進去 那紅火也沒吸到啦 那我現在真的要深深的 跟局長你討教 一年多前 你在我們捷運公司開一個 市長親自主持的 這個幾百人的一個 紅火椅房子的一個 這個會議 本席有參加 那時候我信心滿滿 認為我們桃園的紅火椅 的房子應該會有一些 些許的一個這個效益 功效出來 可是 經過一年多 花了去年編五千多萬 五千多萬 加上一些那個 今年一樣要編這樣的錢 十二年來 花了十二億這樣的藥劑的 費用 完全都沒有效果 而且還火速的蔓延 而且現在蔓延到苗栗 以前苗栗新竹都沒有 我要請教的是局長 你到底有沒有深入去了解 紅火椅的習性 有沒有 你知道現在的藥劑的噴灑 這樣子摩托車騎著 掛了兩個管子這樣噴灑 那個叫大面積的藥劑噴灑 不在填梗裡面噴灑 結果是騎著摩托車在馬路上 亂跑亂灑一通 請問一下 這樣是消耗預算 消耗藥劑 有沒有效果 難怪會沒效果 局長你知道 現在除了大面積的藥劑噴灑 這沒效果之外 還有什麼有效果的防治 報告一座 我們這裡有這個 就是用生長調節劑的 這個期間就是三個月 那詳細的那個副科長報告 我用報告 來 你的報告官方報告 我來告訴你 讓我來告訴你 你知道現在一公頃裡面 一個椅槽有數百到數千隻的火椅 裡面有椅厚很多隻 公椅很多 椅卵很多 那你們現在的藥劑啊 一公頃啊 只有 只有多少藥劑你知道嗎 一公頃啊 大面積的噴灑 多少 你告訴我 兩公斤 兩公斤啊 換算五十平方公尺啊 才三十顆啊 三十顆的藥劑啊 五十平方公尺才三十顆藥劑啊 我請問你 這樣子的傻 有效嗎 可是事實證明是無效的 我追了十年啊 我真的很痛心啊 現在的老百姓被咬啊 剛才我們宛如議員說他也被咬 現在不是被咬 我跟你講被咬現在 他抗藥性很強 你的藥劑也 也提升那個藥劑量 因為殺不死嘛 結果現在紅魔影抗藥性強之後 他毒性也變強 所以 他不只墾電線 吃果實 吃我們的植物 種不起菜來 這些都相關非常嚴重 結果你們還是在那邊 每天能混一天算一天 這是怎麼得了啊 不好意思 那個 我們都是有跟黃火影 我請問一下 你現在知道我們農委會 防檢局 有開那個 委託台灣銀行辦理 公共 共同供應企業的標單嗎 那是什麼標單 你告訴我是哪一種防治的標單 你看 局長 我告訴你 藥劑啊 錯 熱蒸氣防治 因為啊 現在方案已經 終於發現 我五年前跟他對談了說 藥劑沒有效 必須要加熱蒸氣防治 尤其人口稠密之處 要用熱蒸氣一個一個做掉 我要跟你探討的是 我們要我也拜託你編了預算給我們地方區公所農經客 讓老百姓去申請熱蒸氣防治 不要殘害我們的這個地下水生態保護 不能用藥劑用的太多 結果農經客的承辦全部拒絕 拒絕後來我一直在思考 為什麼他要拒絕這樣子的申請 結果發現我跟那個熱蒸氣防治的老闆 我問他 我請教他 熱蒸氣防治啊 我們農經客的承辦人員要去幾次 他說至少要三次 一次要看 雨球多大 第二次灑了藥 放耳機看 做了以後熱蒸氣做了以後 還要放旁邊一圈的耳機看 還有沒有紅火雨 又要去檢查一次 這第二次 第三次要核定這1500的 這一個這個一個 做好要1500的這個價錢 又要再去一次 我請問你 農經客的人力有嗎 蓋章的人有嗎 所以問題在這邊 我一直在思考 為什麼給了錢 給了人 我們水利會的什麼委員 要幫忙做房子 要通報 有嗎 結果還是沒有啊 局長我今天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邊跟你很深層的一個 要求跟呼籲 拜託重視 這已經不可同日而已了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 這個隨便呼嚨呼嚨 那個錢拿來買藥劑灑一灑 灑在空氣 給小朋友給老人家吸一吸就好 我拜託你一定要找出根源 找出真正的病源在哪裡 方法要找出來 房檢基給了八千萬 熱症器房子 你都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房檢基目前還沒有給我們啊 不是給你啦 中央裡面你要申請哪一個限制器申請 直接開標他都給你開啦 他今年只有兩千萬就給我們五百萬啊 不是啦 拜託你 那個 來 教育園區 來 動保教育園區 本期在上一次 陳處長在的時候 我把建築師請來 因為我發現他的設計有一些問題 說實在 好不容易中央給了一億 我們地方自己自酬三億 一億三千多萬 要來蓋這個教育 動保教育園區 那現在我看不到 我有建議 上一次會期 上上次會議 我有建議 必須要改那個 就是犬貓的欄位 的一個所謂的設計 因為那個設計建築師說 他也真的沒有深層的考量到 那個 藍位 上廁所 方便 就是 尿液跟大便 跟他睡覺的地方 沒辦法分離 我有要求他 第一個 要變更設計 我看不到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跟他說 我要拜託他 既然已經花那麼多錢了 如果真的不夠一點 我們再跟農委會要求 做一個綠能 綠能的一個教育 動保教育園區 可是我也看不到 我不知道我們張代理處長 你是不是對這個工程內行 你如果不內行 說實在 你沒有任力 包括局長 我不知道你們用心在這一塊 這個一旦花下去 這個幾十年的一個 這個建築物 這不是隨便給你玩完的 我希望 王副市長 你頭到沒在小 拜託一下好不好 好 其他的事情 這兩項重大 拜託一下好不好 好 我來了解 了解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了解 那個案過去是我們盧婦 在整理 所以我比較沒有接觸 事實上 我答應我們去進一步推動 好啦 那個 水務局局長 是 我請教你 你再用書面回答我 你要強化 排紅功能 減少淹水點位 可是我每次 往往市民來拜託我 去看淹水的那個點位 我發現我都束手無策 因為區公所說不是他做 你水務局也說不是我做 到底是誰在做 你是不是能夠 王副市長 要求區公所 所謂的雨水排 雨排溝 雨水下水道 還有雨排側溝 到底是幾公 幾米以上 是我們水務局 幾米下是區公所要負責 這樣對來對去 我們老百姓是看 政府是議題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我要找個時間 每次會看都說不是我 不是我 那是誰啊 是我 我來分工 把獎金 這個書面給我報告 是 好不好 那另外 我們中立污水下水道簽約了 裡面的一些 齊塵 都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徐玉樹議員發言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農業局 我請教一下 這個 上一回啊 這個 在這個 地震局 地震局這個 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有請教這個 我們的副市長 有關於這個農地 違規的一個認定 我是覺得這樣子 這個 法有規定的 當然我們要依法 來行政 但是呢 在很多的 尤其是農業 在很多的地方 有它 一貫的 所謂的 過去的一些風俗習慣 等等 那 我要救教您的就是說 以農地來認定來講 你們的認定 是不是一定 這個農地 一定要種的東西 是可以食用的 才叫做農地 局長 好 我講清楚一點 就是說 這個地 它也許它從事商業使用 但是它種的草皮 種的很寬廣 在你們的認定呢 那個 不叫做農地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要怎麼認定 如果種出來的東西 沒有污染 這是農地買 對嘛 來來來 那個 我想那科長 科長回答一下好了 我來回答好了 如果是種植草皮的話 如果是生產性的 這個部分 是可以認定是農用 但是如果是新辦事業計畫 要求的綠地 那種部分 就沒有辦法認定是農用 副長你聽懂沒 你比較講一次 我聽不懂 如果說它是屬於 生產性的草皮的話 這種種植行為 比方說我是賣草皮的 我是種植草皮的 供應大家這個市場 做草皮使用的 這個部分 是認定是做生產行為的 但是如果是新辦事業計畫 要使用的 要求規定要做隔離 濾帶 隔離設施的濾地 基本上這個就不叫做農用 那我請問一下 那高爾夫球場的這個 這個練習場 那個草皮 它 它是有違反你農用的規定嗎 高爾夫球場應該是 它基於它新辦事業的需要 它不屬於農業生產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副長那天 對不對 基本上它所生產性 假如說我自己要使用 要觀賞不行嗎 我假如開農地 我要種草不行嗎 所以你農地一定生產 使用 但我不生產 我就放在那邊 自己家用不行嗎 如果是庭園景觀造景的話 基本上這個部分 按照農委會的規定 是不能認定的 這樣子喔 就是說當然 副市長都覺得 這樣的一種規定 由你們去執行這種 這個開法實在是太過於嚴格啦 有時候要體恤一下 實際上 這個地方 你怎麼 你怎麼樣 也不能夠證明它非農用 它也許不是農用 但是你沒有辦法證明它非農用 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證明它非農用 我認為啊 這個就是酷吏的思考 因為老百姓今天 不管它今天是透過 這個務農 或者任何的一種行為 因為 這個草皮 它就是一種農業的 一種生產的東西嘛 對不對 如果它是做水泥地 或者用其他的用途 那你去開法它非農用 我認為這也是合理 但是有時候 像這樣的情形 你們要用最嚴格的標準 來看待這些老百姓 我認為喔 太嚴苛啦 所以 那一天我請副市長 這個案子 內部開個會啦 譬如修工的時候 也沒有生產 那個情況是不一樣 那是 那是修 那是閒置 我是覺得啦 這時候就不是一個特殊的狀況 如果 今天政府喔 各位在位的官員 如果你們 經常都是 以我們的法規 來跟民眾來對抗 這絕對不是民眾樂見的 你懂我意思嗎 是 那反而是說 你哪個地方 如果說做得不好 我們來輔導他 那告訴他 這樣是不行的 或者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 食物的一種現象 透過在這個 跟中央去做一些修改 對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 你們該做的 在修改之前 怎麼去輔導他 畢竟這種個案不是很多 但是你這個草皮 你把人家說 這把計算 這個面積 你計算得很高興 哇 你看幾萬平方公尺 真的太好了 這個市府 又有多少幾十萬可以入袋 但是這個對這個業者來講 情何以堪啊 是不是 是 所以我覺得 我內部在找農業局 還有相關單位 包括保護局 內部做一個 對嘛 所以我為什麼 今天我要再提出來 我認為這個東西 你們現在執政了 很多事情希望提醒你們 不要偏離當初這些選民啊 市民啊 對你們那種期待嘛 是不是 所以說違法的事情 我們也不能要你們做啦 但是有些東西 它是有一個認定的 一個論舉嘛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這個拜託副市長 來協助一下 請坐 這個剛剛喔 John 講到紅火椅啊 是我們這一些沿山啊 沿海啊 很多鄉鎮喔 很多區的一個痛啊 喔 我也我也不懂 因為這紅火雨 我到現在我也不懂 這個 升格以後呢 這個 柏油 柏油路的加封 搞來搞去 搞來搞去 一家公司用好幾張牌 整個就壟斷了 這個紅火雨 這個紅火雨也是一樣 這個東西已經存在很久了 喔 在你們的講法 好像全世界好像沒有一個很 很有效的藥劑或者方法 可以把這個紅火雨來跟除掉 那目前為止 我們 這個錢啊 好像拿下去 填海一樣 幾個億這樣一直填 但是每年 它真正被這個影響的面積還是這麼大 那我們的這些農民啊 還是深受啊 這紅火雨喔 這種影響 那你們也是訴我無策 現在 我聽說 這個 紅火雨處理的過程 喔 這個公司啊 委外的 也是在台灣好像只有一家 是不是 三家 三家是不是同一個老闆是嗎 是 就是實際上真正能夠真正出動的 我們算 嚴格算起來應該是一家半 對嘛 所以我就不懂 就是為什麼 既然是無效的 但是呢 這個公司 你就只能選擇他 然後一年就是要這麼多錢 來付給他們 但是呢 我們得到的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讓我們農民 覺得我們農業局 真的有在做事的那個結果 報告一哥 這樣不對吧 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年喔 預計要信任60個名額 做那個他要有牌照 因為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保護 志工 就是說要 我們要做 弄給那個中央的 他要有認證 要有執照 不管什麼做法啦 希望這部分 趕緊 真的採取有效的行動 這樣好不好 這樣才符合你們 市長 所謂的有效的 有效率的團隊 好不好 請坐 這個請你們幫忙 水務局 這個 老街溪 是一項 就是我們桃園很重要的一個河川 老街溪的上游知道嗎 龍潭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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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南幹線一直到平鎮 一直到中壢這樣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這幾年了 老街溪上游 龍潭大池的這個水質啊 一直喔 就是惡化 惡化在每一個會期 我也提出來 但是呢 水務局呢 推給一下 推給其他的一些單位 就這樣繞圈圈 繞圈圈 到現在水質也沒辦法改善 尤其現在因為 上游進水的那一種 水量不足的情形之下 導致啊 悠氧化嚴重 那最近颱風 他換水率比較高 所以還好了一點 但是呢 再過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 他又回來 當時的那一種問題啦 所以說你要整治老街溪 整治老街溪 希望大池啊 而且他又是觀光的一個 很重要的景點 所以是不是說 對於老街溪上游 這一個部分 能夠做一些整治 大池的整治 榮南幹線 周邊 周邊 清水綠廊的一些營造 到現在已經講了兩年了 乏善可乘 是不是請局長 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來下一點功夫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那水質改善這一部分 我們就是盡量把這個污水 能夠節約掉 那但是他這些餐廳 圍繞這個大池的這個餐廳 他的這個污水 我們希望有這個環保局 要求他做這個油脂的分離器 那另外這個榮南幹線這一部分 從要做這個杜道以及綠美化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能夠取得這個同意書的話 那我們會接著往上來做 那副市長喔 我想拜託您啊 跨局處還是要談 這個部分跨局處需要你當召集人 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然後針對榮檀大池 他的一個水質的改善 是 榮南幹線那個綠樑的修建 這個部分跨局處啊 來做一個協商 那土地同意書 我們請區公所這邊來協助完成 好不好 是 拜託謝謝 請前面趕快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施章文議員發言 謝謝 好謝謝副議長 那個水務局 那個劉局長辛苦了 那我想呢 我在這邊好 其實還是老話重提 可是有一些呢 新的一些想法 那個我希望 我們能夠那個 大家勞力激盪一下 讓我們很多的這個 水務局的這個業務 可以去落實 那第一個呢 就是有關於這個 區域排水的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桃園市 因為發展的非常迅速 尤其現在很多的地方呢 那個就是高樓大廈 就像雨後春水一樣 那蓋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那所以呢 會有一些新闢的這個 道路的這個開闢 然後有一些重畫區呢 也開始呢 慢慢陸續的這個開發 換句話講就是 土地開發的這個問題呢 都會影響到這個排水 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就容易造成淹水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現在局裡面呢 大部分採取這個 就是排除淹水的這個狀況 大概是三個辦法 一個就是採取局部撤沟的這個方式 那第二個就是排水系統 那第三個呢 就是新建這個雨水下水道 對不對 那但是呢我個人認為 其實對於這些 就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對於那個 就是經常性淹水的這個 那個區域的這個排水的這個瓶頸 我們應該全面去做一些清查 然後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建立一些什麼呢 資料庫 然後按照優先順序 然後去把它做這個 如期的這個改善 那特別是老舊社區的這個部分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曾經跟我們局裡面 然後我給你傳過簡訊 那也那個也傳了照片給你看 那我們水務局對不對 也大陣仗會同了我們區公室 然後會同了我們這個相關的水利會的這個人員 到現場去看 比方說像我們駿南路50項 包括就東設里的駿南路的這個50項 東安里的屏東路的這個86項對不對 都去看 看了之後有沒有結果呢 沒有結果 不但沒有結果 那我就是因為看了你們沒動靜以後 對不對 我就在追這個案子了 結果呢 詢問的結果是什麼呢 你們的承辦人員掉了 那個掉拆了 掉單位了 掉了以後怎麼辦呢 連會刊紀錄也不見了 對不對 我講連會刊紀錄都不見了 何況後面有任何進一步的這個改善的這個措施 那簡直是非常的這個離譜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局長就是說我們去會刊的一些紀錄 還有你應該有的這個改善的這個計畫 我們都要去做追蹤考核嘛對不對 你怎麼會讓這種情勢發生呢 那你讓這種情勢發生 而且是發生在我們桃園市政府的這個水務局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太離譜了 不好意思說我們議員有關心的案件 那我們都有納入列管 有我們阻密就是說 哪有列管 那為什麼這兩個案子都沒有列管呢 對不對 連昨天那個會刊的紀錄 以前的會刊紀錄 到底在哪裡都不知道啊 一問三不知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我就希望你能夠改善好不好 這是第一點 就是有關於老舊社區的這個部分 那有一些排水瓶頸的這個點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建立資料庫 然後我希望我們能夠按照優先順序 然後去做一些改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在臨時會的時候也提到 有關於我們新階級三年的這個整治計畫 那我一直講你這個計畫的這個內容 包括治理工程 包括應急工程 包括我們的這個水岸的步道 包括我們樂活的這個公園對不對 那我一直強調你要有一些優先的這個順序 那我請教局長 什麼叫做應急工程啊 應急工程就是沒有用地的問題 就是說他給你工程費不給用地費 那直接可以來施作 像譬如說這個滿堤方社區的這個 戶案的這個加高 那就屬於應急工程 你應急的工程 你為什麼叫做應急的工程 當然是土地 當然最重要的是你土地取得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就是說 他之所以會急的原因 是因為有可能因為戶案沒有加高對不對 然後造成淹水的這個狀況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來跟你檢討這個內容 你看這個你這個應急工程裡面 你分成三部分 第一個滿堤方 上游左岸應該應急加高的這個部分呢 你在105年的7月30號已經完成了 那我代表那個當地的這個社區 謝謝局長 但是呢滿堤方橋上游 有一個要求 又按應急的這個加高工程呢 你說啊要爭取 106年的這個補助的這個預算 要107年納入 呃呃 納入預算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就是龍剛橋 龍剛橋到玄天牆 又按應該加高的這個工程 同樣的是106年喔 争取预算 然后107年纳入预算 我就请问你 107年纳入预算 然后你纳入预算以后 你还要去做规划 对不对 规划完了之后呢 你还要上网招标 招标完了之后呢 你还要这个发包 还要施工 你至少要到108年 109年你才可以 有可能做的 做得完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才 那个105年了 对不对 那你应急的这个工程要花三四年 那怎么叫做应急的这个工程呢 是不是 瓜余作这可能没有写得很清楚 应急的话就是说106年核定下来 那我们就先施作 然后107年是完成这个电浦案 局长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应急工程的 工程的这个部分 那表示很急嘛 是 否则的话你怎么叫应急工程呢 那你一个应急的这个工程 你都要花三四年的这个时间 才有办法去做完 那什么叫做这个应急工程呢 那106年只要核定给我们一个核定行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核定行来发包 那107年那个是我们做好以后 把这个经费来做一个电付案 你107年你才 你107年你才要纳入预算嘛 纳入预算是电付 那个局长我拜托你一下好不好 没有写清楚 有关于那个新阶西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老阶西的这个后续延伸的这个整治的这个计划 那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全部投入这个经费 大概要这个20亿嘛 那你工程分成两期 第一期的这个工程也就是上游延伸的这个部分 你大概要投入6亿的这个经费 你的内容有平正 铁骑风光 然后博公坛的这个客家信仰圈 然后八角堂人文景观 还有石门大郡相思仔的这个步道 而这个其中呢 有173笔的这个土地 我们预备花4.7亿 去征收这个173笔的这个私有的这个土地 那你不管是左岸的这个土地 或者是右岸的这个土地 有的是需要透过都市计划变更 有的是不需要透过都市计划变更 对不对 可是私人的这个土地一向是最难克服 我们很多工程最难克服的这个关键因素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在下游的这个部分呢 你第二期工程要投入那个14.6亿 你包括这个乐活水岸的这个步道 捷运水岸这个生态教育 还有芝巴里的这个历史水岸 那同样的 他这个双岸的这个土地呢 也都必须要透过都市计划变更的方式 才能够做这个取得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你这两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老街西的这个部分对不对 你不管第一期工程 或者是第二期的这个工程 最大的问题点 就在私有土地的这个取得对不对 那我现在请问你 如果这个私有土地的这个取得 你一旦不能够克服这个障碍的话 那你这个老街西那个延伸的这个整治计划 会不会胎死附中啊 对不对 会不会 不会 我们会有替代方案 你确定 会有替代方案 有什么替代方案 譬如说我们现在做步道的话 那我们假如真的是碰到一些私有地 然后没有办法征收 那我们可以用替代的一个方案 譬如说用悬壁市 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做这个 不是好那局长 你既然你现在 我的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没有进入实质的那个实质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其实几乎是可以预期 你碰到私人土地的这个部分的话 会一定会引起民众这个抗争嘛 对不对 你已经有复案了 那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对不对 去走那个最困难的路呢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现在有的这个复案 而且比较容易执行的这个复案 去做这个进行 那你这样的话 对于老街西的这个延伸的这个整治计划 不是比较能够缩短时间 然后可以让民众 真正的快一点 早日去享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清水 这个友善的这个环境呢 为什么不是这样做呢 老街西的左岸就有一些既有的建筑物 有的是七楼 那这个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主力是放在右岸 那右岸这一部分基本上没有建筑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整治完以后除了复案能够重新来做 另外就是说还有完整的这个自行车和步道 好了 我跟讲局长 我先说 这一部分 好 谢谢 请坐 好 好 那么我们中场休息五分钟 下一位是王奥宇议员以及李林小强议员发言 谢谢 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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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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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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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经 感谢观看 我们是 我们的 我们的 感谢观看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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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7年 好像好像聽說有消防隊員在做耶 他是消防局勢通報 對啊 那怎麼會有消防隊員去 我想你去關心了解一下 好 因為我們目前跟一座報告 我們目前有四大分隊 十六個 你去瞭解就好了 好 就是一消的工作 怎麼有人在 怎麼消防隊員那麼空啊 好不好 去瞭解一下 消防隊員有向我反映這些問題 還有 那個 我們這次 你很清楚嘛 颱風 幸福最嚴重 到十四級風了 農民一直打電話給我了 稻米 都空包蛋 瓜 那天有看那個哈密瓜 你有去看嘛對不對 都爛掉了 葉子都黃掉了 都爛掉了 我想你們 現在很多人開始登記了嘛對不對 那個一定要 已經都勘察完了 勘察好了嘛 對 問題是你們勘察完每次 省得很嚴格 對不對 我希望你們重寬 這次是現金救治 可以嗎 農委會公告是9月29到10月11號 現金救治我們申請出去的話 我們10天內它會撥50%下來 我知道你要重寬嘛 你們去看現場有沒有 你們農經客去看嘛對不對 去看不要太嚴格 農民很辛苦 辛苦在種植那些水稻 碰到那個颱風 碰到那個天災 全部的心血都泡湯了 對我們像西路屋這一次的那個水稻 我們也是有叫它要爆出來 因為水稻是 對我說要爆啊 你真的不要那麼嚴格了好不好 水稻是要看現在在漲稅的時候 就是在 還有我們那個 油溫港彩虹橋 我想你很清楚 也常常去看嘛對不對 現在已經 因為緣份的關係 海風 那油漆都脫落很嚴重 非常嚴重 很難看很難看 我想 這個可不可以盡快 把它全部把它那個 把它切過 好不好 該整理把它整理起來嗎 有 我們今年要去設計再做 會設計再做嘛對不對 對 對啊 雨環漁港是我們全省唯一的客家漁港 安全問題喔 那天 台風之後有去看 對對對 雲克蘭會給他鬧笑話 那個那個 那個繩索的部分有破壞 我們還是要先優先去施作 對啊 那個很重要啦好不好 趕快做 這次地景藝術節也在那邊 都很難看啦 好不好 拜託一下那個趕快做 謝謝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林鄭賢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副議長 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劉局長 是 污水道下水道 我們現在都管線現在都在做了 那施工規劃方面 我覺得其實有待加強 因為施工地點 常常在這個道路的交叉口上 也會造成有時候塞車 也會造成有時候塞車 尤其上下班 像慈文路跟永安路 那個要左轉 很多人不好轉 那經國路上也一樣 尤其要左轉幾乎都很困難 尤其莊淨路上 整條路就有五六個是在施工的地點 都在交叉路上 民眾也反映說 我們桃園區的漢中路 這一條路也不長也不寬 但是一條街上有四個施工的地點 一個是在建國路上 是建國路跟漢中路口 還有南風二街跟漢中路口 還有南風三街跟漢中路口 其實喔 這樣都非常 尤其上下班 非常嚴重影響角度 而且喔 有些大車 有遊覽車 要轉彎都很難轉 那所以 是不是喔 我們有沒有在 跟那個污水下班的承包廠商 要講說 他們在上下班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有交通指揮者 或是怎麼樣 讓我們的道路 在市區裡面能夠通上 這方面是不是 幾檔一次 六檔 我們有特別要求日底 在這個 尤其是交通繁忙的路段的話 那上下班一定要請這個 我們交通的議警 來做交通的這個指揮 我看都沒有啊 那沒有的話 那假如 而且他們的 在路口 做得都非常的大 其實有時候 如果沒有在施工 可以圍小一點 圍了整個 幾乎都把這個路 全是大馬路的交叉路口 整個中間又圍起來 到底有沒有去看過 對對 因為他先要做這個整個 立坑 立坑的這個範圍 比他坑要大很多 另外就是說 他還要做這個 這個土地的一個改良 改良以後再推進的話 才不會差跌 我們可以公體實踐 但至少要有交通指揮 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我們一定要要求 請你要求好不好 是 那局長 我們東門溪的一個整治 那其實林申路的地下寒洞 一直沒有開通 這是東門溪水支流 那這部分 從上一屆一直到現在 那本來是說 地下化高架化 有我們這個 這就沒問題 那現在高架化也不做 地下化現在還在 我想一拖 要拖好幾十年 萬一後再 如果下大雨淹水 我想大家會免疫很多 那這方面 因為時間怎麼縮短 那怎麼樣去開通 這也沒有多少錢 這方面 局長你有沒有什麼規劃 這一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是有好幾個方案 那包含現在 做這個桃林鐵路的這個分紅 那就可以解決一部分 這個通門溪的這個壓力 另外在這個桃林路 這個我們跟新北 英哥這一部分 那我們也 拜託新北市來爭取這個 預算來做這個分紅 那他也獲得水利組 2500萬的一個分紅 所以會做一個分紅 對所以在 那在另外的上游 那你的意思說 這個寒洞不挖 應該也不會擠水就對了 應該保證嗎 寒洞這一部分 因為這個現在還是 要取決於這個鐵路地下化 定案以後再來 那不曉得老時候定案 現在都還沒定案 我們這一屆根本做不到 我們做其他的這個措施 剛剛報告過就是說 這個桃林跟這個 英哥的這個分紅 以及在上游 我們有做這個 我們上一屆就花包過了 結果沒有做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是因為那個 他會這個淹水就淹過來 我希望你是不是再開個協調會 是 然後是不是這個 請里長 共體時間 只要三四個月 能不能把它做完 有做完 就交通指揮一下 那往其他兩 我們好幾個交流道可以走 我想這樣解決水販的問題 我個人 我認為這個還是要做 不然因為這個鐵路高架地下化 這個太久了啦 好不好 是不是請局長幫忙 好不好 那剛才我們邱斯芬議員也在講 南侃西的這個自行車步道 那真的 從十年來 你做好了十年 就是斷點 都沒有辦法貫通 二十二公里 我們都希望 騎腳踏車的人 都能夠無障礙的 能夠騎的貫通也好 讓他們覺得說真的有運動到 休閒到 那做這一條 花了這麼多錢 一直沒有 這個斷點一直沒有辦法解通 那到底是 是徵收上問題還是哪部分的問題 你可以做地下 你可以做高架 都把它做關 我想這解決方法應該很多種啊 我們水利體到底有沒有用心 在這一方面方法 局長你是不是也可以簡單講一下 這個是市長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們是 所有的方法我們都有考慮 那所以現在我們在這個 這個要做一個這個印象大橋的一個 這個跨橋 那這一部分就可以打通這個 大塊溪金國路這個的斷點 那另外在高速公路這一塊的話 那高速公路它的工程完成以後 我們就可以從它的這個下方來施作 所以一旦這些工程就是說完成以後 那這個主要的這個還有一些相關的斷點 就可以徹底的 希望局長放在心上 那個朱立倫沒辦法解決的 物價沒辦法解決 我們這一間來解決那不是很圓滿嗎 對我們一定會在這個107年把這個斷點全部打通 好謝謝你請坐 我們農業局長 謝局長 這個 我們雖然是工商大縣 但是這個農業的發展 我想我們也非常的賣力跟卓業 那我認為怎麼樣鼓勵年輕人投入新農業 我本席也建議說是我們有些廢耕地 是不是可以轉租給有益雅務農的年輕人 這方面你有沒有什麼計畫 就像那金發局他們有農業科技研發的補助 鼓勵高協力的年輕人來投入新農業 這方面機長你是總幹事出身 我想農會出身 這方面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怎麼樣去做 怎麼樣去推動 讓年輕人 我們今年去年開始就有那個青年農民來從事農業 我們有補助他去做學徒制 補助什麼 再講清楚一點 有什麼補助我們讓年輕人知道 補助他受訓 受訓去各農場去受訓 學校受訓這樣 都有 他有農場的事情 剛才我講的最重要 我們有沒有費耕地可以轉租給他們的 有沒有可能 我們有推小地圖大電農 小地圖大電農好像做的成效也不是很好 也鼓勵他們用低利去做貸款 來去做失證一些農作物的 我希望我們多推廣好不好 農地運行 那我們桃園的果菜市場 其實這個真的是 這已經時代變遷了 已經是太老舊而且不服使用 然後這個大車進入也嚴重影響交通 一直要簽 其實我們已經升了直轄市了 真的是要一個非常像樣的 一個果菜市場 而且我們又在機場的附近 這方面的牽移 這麼難找嗎 我們現在真的 現在是土地的問題 土地問題現在是有找 四肢十一 四肢三號 四肢三號 我看包括我們的美術館 我們的圖書館 要找地都很快 為什麼我們這個民生的 而且我們每天都要用得到的 果菜市場 都沒辦法簽你 跟水利會在接洽 接洽看他們那個地可以 副市長 是不是 黃副市長 這方面 他們又在找內地 這個水利會一些 皮糖 剛剛講是十二公尺 四之三 十一 十一 五公尺 十一 五公尺 找到了沒 現在正在跟水利會在洽談 在洽談中 我希望能盡數 因為這包括他們 市場癱瘓者 因為果菜市場太小 一千多瓶而已 對啊 這根本不只有 大車一進去 就把道路都整個塞除了 旁邊又是學校 附近又學校 小孩子也危險 影響到教室 我也可以來去了解一下 希望 希望拜託 我們希望這一任界 有一個名務 然後蓋一個非常像樣的 一個果菜批發中心 讓大家 能夠去那邊都非常的方便 好不好 好 那市長請坐 那我們現在有 大家請坐局長 我們農業 我們要農業博覽會 那怎麼樣去計畫上 我們上次這個營營 我記得都有找我們回去看 農業博覽會 他們也做得不錯 那現在這次在新屋 那怎麼樣去做 你有沒有大概 是不是簡單講一下 我們的地是在 那個新屋氣象站的旁邊 我們的公有土地有9公頃 私有土地有17公頃 一共加起來連祠堂有30公頃 這樣 我希望要把我們的桃園的特色 能夠展現出來 然後在交通方面 好不好推廣 我們希望會發展 好不好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 我們請 范剛翔議員 以及楊家良議員 共用10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劉局長 我想我們水資源回收中心 也就是所謂污水處理場的設計 其實我們的設計流量要剛好 太多的話就浪費 太少的話會不夠 這是一個基本的工程概念 可是我今天看你們的水務局的工作報告 第13頁到第14頁 龜山大溪石門的水資源回收中心已經完工了 污水管線系統尚未完工 那我用那個數據去做計算之後 我有一些擔心的地方 因為我發現根據這個數據 石門的流量是設計太多了 這個是浪費的問題 這到底算了 大溪的流量是太少 所以我現在來問 那麼你們能夠當場回答就回答 不能夠回答的話 我希望這個東西能夠用書面 來做一個仔細的回覆 龜山的部分我就不講了 龜山的部分原則上 他是大概我算一算了 推估的最終實際處理水量 跟處理水量 他的大概是74.1% 因為你們的處理水量 應該是用最大的平均日來算嘛 對不對 那麼實際水量那個 這個處理水量的話是用實際的流量 那龜山我覺得還在合理的範圍內 雖然說實在來講 龜山這麼大的一個污水處理廠 一天收三萬多噸 其實你說預留百分之二十幾 其實有點浪費 不過這就算了 因為問題比較大 這一部分的話我們 因為還有這個餘域量 所以我們還希望能夠再接五千戶 那也有現在在規劃 OKOK好沒關係 我現在比較擔心是大溪了 大溪我們的處理水量是三千七百五十噸每天 目前實際的處理水量是兩千兩百零七 這是你們的數字 接管達成率是百分之三十三 我用你現在的實際水量去除接管達成率 我得到一個推估的最終實際處理水量是六千六百八十八噸 那麼我們用這個推估最終實際水量去除以你預計的這個設計流量 我得到一個數字是一百七十八點三百分比 也就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你接管完成的時候 你的流量會超過你的處理廠的設計流量將近兩倍 我問你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嚴重超量的問題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這部分的話就是說我們還可以指定就是說這個其他的這個大溪其他的地區做我們幾乎去來滿足他的這個 報告一座 因為他是分兩期這個廠是分兩期建設他整個污水廠是有七千五百噸的處理量 那現在是已經完成第一期 那我們要著手跟營建署申請第二期的補助款 OKOK那好啦 好處是你解答我的困惑 壞處是你獻我於不義啊 你的工作報告裡面就是寫這個寫這個三千七百五十噸 兩期要講啊 我想說怎麼可能一個工程師的設計會這麼離譜 OK 好沒關係那這個問題解決掉了 拜託以後寫清楚一點一期兩期 你回去看看裡面根本沒有寫 不過還好啦實質上問題解決比較重要 那再過來是石門齁 石門的處理水量是一萬零四百噸 目前他的實際處理水量是兩千四百一十九噸 那他的接管達成率是百分之六十 根據這樣的數字我可以推估出來 他最終的實際處理水量是四千零三十二噸 四千零三十二噸去處理我們剛剛的一萬噸齁 實際上我們到最後的最終的水量他佔的容量大概是三十八點 百分比 也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的設施有六成的預留 這個預留是浪費了 那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他的設備運轉代轉的這個時間太多 會不會造成維修的問題 那浪費的問題 十門這個計畫不是在我們現任的政府任內啦 是在前面 那我只想 前世不忘後世之師 請你們把這個問題的檢討報告 原因在哪裡 檢討出來 他雖然說不是流量那麼大了 可是說真的一萬噸的流量其實已經算中型的污水處理廠了 你這樣一個水量的推估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這浪費很多錢 好不好 把這個問題找出來 這個就沒法解釋了吧 這個你不會告訴我第二集還變2萬噸吧 這個部分我們其實已經有發現 那目前有一個規劃 就是說我們在林青有一個龍潭 就是計畫 他目前是沒有相關的 他納入是不是 我們會打算把這邊大概約七千至八千的 CMD的污水 接到這個石門 你做資源有效的利用 當然我們希望說設計是精準的 事實上我也不反對有預留量 我反對的是過多的預留量 因為我們六成的預留量 這是很奇怪 那當然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就盡量不要去浪費他 不過因為龍潭到那邊畢竟有相當的距離 所以到時候你的接管的損耗 抽水的損耗其實還是有 所以我們還是期待能夠盡量有精準的這個設計 不好意思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那主要就是說這個龍潭大池這邊 剛剛徐蘇宜也特別提到說他的污染很嚴重 那我們原先龍潭大池這一塊的話 是要在你正在自己追五箱 謝謝謝謝先請坐 謝謝 那農業局的部分 那個謝局長 我們的工作報告第六頁 我們有委託中央大學 進行本市海岸藻礁分布調查 及海岸水文與飄沙調查 包含保護策略的擬定 還有呢 海岸藻礁化為自然地景之可行性評估 好這個報告這個說明沒有騎乘 沒有進度 進度是怎麼樣 現在進行到哪裡 其出其中其末 結果是什麼 請科長 現在目前進行到其中 那在十月底前他要把藻礁的 化定自然地景可行性評估 提送出來 那我們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已經有成立了 那十一月份會召開第一次的委員會 初步的結果怎麼樣 還是你要書面說明 因為他書面資料還沒有送過來 那目前我們是 請你把這一個相關的書面資料送過來 因為事實上這會有時間性的問題 我們觀音藻礁 因為大潭電廠導流堤的飄沙的問題 事實上現在已經淹沒在沙裡面了 我們這個時間是有限的 事實上說真的 我很懷疑現在就來不及了 那無論如何我們趕快把這個時間搶回來 把這個問題真正解決 好謝謝 是謝謝 那一樣延續剛剛范康祥議員的問題 那當然除了這個研究報告之外 如果出來了 這個初步的報告出來了 除了范康祥議員以外 他們也給我一份 那另外這個 我比較需要想請教的是進一步的問題 因為我看到第二點 我一直有點納悶這個 文化資產保存 如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要成立這個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 這個是屬於文化局 可以在我們農業局的業務範圍 這個是在農業局 這是放在農業局嗎 對 那目前我們這個已經 這進度目前是如何 已經成立了 已經成立了 但還沒有開始開會嗎 還是已經有開過會了 開過一次會了 開過一次會 那我這邊就請局長協助 能不能我想剛剛 鋼祥議員講得非常清楚 這有關藻礁的保護 其實我們都擔心 可能現在已經泡維斯已晚了 那所以相關不管是研究報告的進度 以及這個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的程序 能不能再儘量加速 把時間這個再加快一點可以嗎 好 這一點謝謝那個局長 另外我也要跟局長 稍微做個提醒 你的第二頁上面有寫到這個 我們將要研定 桃園市發展有機農業促進自治條例草案 那我想我們這邊 桃園的這個有機農業 目前在整個北台灣來講 應該其實是非常的有名 那我們當然進一步不只是在做國內的行銷 我們希望當然未來能夠打出品牌 甚至配合中央政府的南向政策 那當然我們不管南向或者是這個走國際行銷 認證很重要 我們有機農業 國內現在都是僅限在國內的認證 有沒有可能協助這個比較有潛力的一些 或者透過果菜運銷公司的協助 有沒有可能說我們去取得全球的認證 尤其南向有很多阿拉伯國家 他們信奉伊斯蘭教 那其實伊斯蘭教他們對於食品 食物食材有一個清真認證 我們能不能也協助廠商推動清真認證 一旦我們的農產品或者再製品能夠取得清真認證 就能夠讓我們的產品往南向或者往國際去做行銷 因為國際的伊斯蘭教徒其實也非常多 回教徒也非常多 這點是未來能夠放進這個相關研定自治條例查案的時候 在進行相關措施的時候 可以一起來納入考慮好不好 這點先拜託局長 我知道因為在清真認證的部分 我們可能需要再去了解他的這個驗證的項目跟程序 所以我這個等之後我們再來討論 那至少現在可不可以開始來研定 好不好這麻煩局長 好那區長請坐 那接下來請我們這個水務局局長 那我記得上次質詢的時候 然後有請局長協助這個有關這個老街溪在上下游的整治的部分 那我有看到這個老街溪開幹上游段 這第20頁的時候有一個平鎮骨渠的八字鎮 那目前我們有沒有 就非常感謝這次我把他放進來 那目前有沒有針對這個八字鎮 有讓他重新這個就是展現過去他那八字鎮的這個計畫 可以做報告我們是可能做一個意象就是在他的這個源頭來做 那其他的話因為現在已經時過境遷 所以沒有辦法再把它重新 應該沒有應該很難再 那沒關係如果相關的研究資料我請地方來提供 如果未來有可能就照著以前照片的方式 我們有辦法重現一個意象的話 那也許未來我們可以是不是可以再試著來做做看 我想這個我們老街溪的周邊其實有很多古代的 比較古早時候的故事 那新的建設能夠搭配舊的故事 我相信會讓他更有看頭 是是 好不好 那這點謝謝 好謝謝請坐 好那麼快十二點了 我們延長時間把所有這個登記發言的本來發言完畢 接下來我們請魯明哲議員發言謝謝 我想這個農業局局長 你們現在農業博覽會的一個進度如何 農業博覽會現在是在規劃中 規劃中 你們計畫是明年盛大舉辦是嗎 明年是 市營運 幾月半啊 四月份 四月份 四月份半喔 對 我說這種事覺得蠻擔心的 因為我們在去年審預算的時候 針對於說你們特別提出來農業博覽會 那這個也增加了很多高薪的約聘僱人員 我相信這些高薪的約聘僱人員 那時候我們覺得不需要那麼多啦 但是也過了 好也過了 那我覺得你們明年要辦這麼大的活動 我們就一直期待在今年的活動 看到你們的準備你們的練習 從小的活動能夠把它辦得非常熟練 然後辦得非常有口碑啊 讓不是議員有信心啊 讓你們自己讓市民也有一點信心說 你這活動啊能夠辦得很成功啊 其實我現在是非常擔心啊 因為看到你們從去年十二月二十五號 所辦的桃園市農業創意市集啊 我是說真的很不幸啊 因為我每天從華勳啊 要來議會上班都要經過那裡啦 雖然是禮拜一到禮拜五喔 都是空空的 因為你們是假日 所以我也很好奇假日去了幾次啊 我我我只能講喔 我為那些還留在現場的攤判喔 我覺得好慘 我我只有一個慘 我覺得我們政府辦一個活動 為什麼要搞這麼慘的局面 零零星星的 孤孤單單的 根本沒有什麼人去逛 禮拜六去看也是這樣的 禮拜天看也是這樣的 其實我不太懂啦齁 你們這個過去請農會 現在自己自己弄 我是覺得我還在等 你們到底已經九個月了 這個科長昨天有跟你聯絡嗎 你很客氣啊 你說希望我們再給你鼓勵 跟給你機會啦 其實我說實在的 從去年十二月二十五號 你們風光對不對 來舉辦 對不對 那時候這個 我們正式場還帶著聖誕老公公的裝飾 跟大家合到多麼的愉快啊 現在多麼的慘樣 有機會你陪聖誕老公公再去看看 你就知道我們要說的是什麼 你不能夠花了一千多萬 對不對花了一千多萬 東搞西搞搞到現在沒有一個結果 這樣我們對一個 你們明年辦這個農博會啊 我是真的好意講 我真的蠻擔心的 到底是人出問題呢 還是組織都有問題 你現在很多事情交給農會辦 這個謝局長是不行的啦 好不好 你要給他一些補助款 透過這種方式啊 你是紮自己店的招牌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辦這種活動起家的嘛 你要叫他辦一個好活動 然後請他們來支援 他們有人 那是用對地方啊 你把一段播給他 大家很快樂 然後到到 我現在講了半天的慘狀齁 那相信你自己知道了 那我現在這個 那個我們現在代理科長 對不起 代理動保處嘛 代理處長 那科長你請說 我想局長跟處長 明年重要時刻快到了嘛 因為一百零五年一月通過的 動保法的修正案裡面 五大項其中有一項 就是臨安樂死 所謂的臨夫殺 那一百 明年馬上就要這個開始了 算一算啊 就兩個多月的時間了 我也是一樣 因為我找不到信心啊 我們代理的那個處長 你們現在那個整個大的工程 發爆狀況 得標情況 施工狀況如何 你能不能說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在八月十八號 我們已經跟他簽約了 簽約了 是 終於有人來標了 是 預計什麼時候開工 我們現在就是把動物移到那個 跟民間合作的一個臨時收容所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開工 預計什麼時候完工 大概是在明年的年底 明年的年底 或是後年年初 我覺得這個東西已經慢了 當然之前流標非常多次 很多的原因經費不夠 或那個地方的一個特殊性 那我們都不管了 但你這個工程已經 要跟這個整個計畫上面已經很嚴重的一個延誤了 那你現在把所有的流浪狗狗貓貓 不管是委託到各個單位 希望不要鎖托非人 不要說因為去年 就今年發生了 其實我們覺得很難過 很難過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園長怎麼會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我們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那你現在把貓貓狗狗 送到了各個一個地方 裡面你的公務人員 怎麼樣去監督 你們去配屬他 還在施工的一個狀態中間 這一年裡面 你那個園區 那個處長 那個園區裡面 現有的員工是多少人 含臨時約聘庫多少人 我們現在有正式的員工 正式的收益有三個 然後約庫的有一個 那另外還有十四名的臨時人員 十四名嘛 十四名總共有十九名 那施工的階段 他們是分派到各個協會去 去協會的家裡面 你們現在分散到各個愛心協會 去那邊上班 還是說休假一年 現在規劃是怎樣 因為狗狗都移出去了嘛 我就問你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這些十幾個人 現在你如何計畫 我們在施工的期間 動物其實是移植到那個 我們跟民間合作的臨時 你們跟民間的講 不要講那麼抽象 幾個地方 一個 一個名稱叫什麼 因為議員要去參觀 比較方便一點 叫什麼名字這個社團 我們要謝謝他 叫什麼團體 你跟哪個團體 他其實 就是他是土地合法的一個單位 那他背後有一些團體在 跟他在合作 我覺得好像有點難言之隱 其實是滿 好沒關係 請你會後把詳細資料 我們這麼多大家關心流浪狗 因為明年的制度是大家都在看 要超標啊 那你現在移到什麼單位 然後什麼土地 是誰的 然後又誰來去弄 你這些公務人員去那邊上班 他到底是什麼一個狀況啊 沒關係你今天代理處長 你到時候給我一個書面說明 好 但是明年有一件事是避免不了的 因為啊 你要零 零撲殺 怎麼辦 那這些流浪狗去哪裡 就我現在看 流浪狗的速度 暫時 並沒有緩解的一個情況 那持續的要往裡面去收 數量不斷增加怎麼辦 零撲殺要上路 又不能我想市長已經宣布了嘛 那只有一個最重要的管道 就叫高認養嘛 那你現在認養一個部分啊 我是覺得啦 認養的部分 你們有努力 可是我覺得做的效率也不是很好 很多先天後天的一個因素啊 但是有一點可以改 如果你也覺得說 如果魯醫院講這句話說 從明年開始 高認養 是我們唯一的出路的時候啊 之一的時候啊 你就要想辦法 那憑什麼人家要來認養 如果人家第一眼就看到 不想認養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要花點預算精神 過去是買藥撲殺 現在你就經 我就建議你齁 我不要把我這個當開玩笑齁 因為任何人都喜歡美好的食物 要認養流浪犬 流浪貓的時候 如果你一張照片能不能 能不能像民間一樣 把他拍漂亮一點 我是講真的 過去用籠子 現在你搞個狗狗貓貓的攝影棚好不好 當然沒有像婚紗攝影這樣 讓他在裡面跑 現在有很多科技儀器 叫GoPro 或很多 他動態攝影就讓他跑嘛 你不是拿個照片 他嚇得要縮在那裡 你這個 我說真的 看的人就不會認養 我要提醒你 因為這是跟民眾 認養民眾第一個見面 如果第一個見面 民眾都沒有意願的時候 不要再說你後面做得多好 現在我們講的一個情況 就是剛剛 剛剛在網上去抓嘛 你看 我也不太清楚 其實人家也是相機的 這是人家外面流浪狗 推薦單位 我是看的 不是用他封面 就他這樣拍的 去推薦 他拍的 狗狗咬一個球啊 我不知道就是說 如果看到這樣的一個形象 大家是不是比較有認養的意願 來願意接近 你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園區 這樣的狗狗彎彎他的生命 要靠你一張相片傳遞出去啊 說我們要負一點責任 那我們現在拍的大概都是這樣 比較兇的狗就躺在籠子裡 那狗也怕你 你也怕狗 不過這樣不行啊 你們要想辦法 像一個攝影棚裡面 讓他自己去走動 用動態的 然後去結他最好的圖 好 謝謝一周 這外面流浪狗人家的貓 我的天啊 拍了 因為我自己養貓 我自己家裡有貓 我覺得很可愛 那我們是這樣的啊 那個抓起來 撥著一抓 然後那個貓 因為你有樣 他會反白你知道嗎 他一直磨在裡面 每一個都 你知道嗎 變成靈異事件啊 靈異事件啊 所以我在這裡 真的你們現在 立刻可以做的 如果要高任養 第一個門檻就是網路 給人家看到的一個 狗狗貓貓的形象 你們是他的代言人 如果這臨時的人員 有一些喜歡美工的 照玩相給他弄點花 弄點什麼東西 你們現在需要這樣的人才 好不好 把原有的人員預算 移些 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給你們建議 謝謝 好 謝謝請坐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劉聖前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來 農業局長 教長我請教你 你去年那個發財節 第一次算第一屆 第一次辦 在你還沒辦以前 在如族區公所 就已經辦過兩屆 那如族區公所 那兩屆都辦得很好 你辦的時候 不是辦得不好 可能準備的工作比較不一樣 那你去年的發財節辦 之後成效如何 請你做個選擇好不好 那個我們請科長 你講就好了 你不要經常叫科長 不久了 問你一百年也多少說 那個經費 我們今年是 編一千萬 我說去年 我說第一屆 這個我來報告 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我們是編 我們總 發財節的總經費 是編 是花了一千零八十四萬 那今年的話 我們除了 你們總經費 預算是一千一百一十七萬 然後花了一千零四十幾萬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這種數字沒關係 大約講一下 重點不到這幾個數字 我們去年的經費 去年是哪四個鄉鎮 去年是中立平鎮大園跟如族 好 那今年呢 今年再加一個大溪 今年加一個大溪嘛 五個鄉鎮嘛 好那這邊問題出來了 去年 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說整個發財節 延宕到十一月中旬才辦 去年總子的發包 因為我們採購 我們是想 就是說 不要再講 這樣講會浪費 因為市長在上次的市政總職群 他講說 要避開某種運動 有一個運動的一個舉行 所以要避開它 所以故意把它拉到後面 那事實上不是這樣 事實上是你講的 因為總子發包的問題 那你今天又打臉市長也不好 那沒關係過去就讓他過去 那今年什麼時候可以辦 今年是十一月初開始辦 十月初 十一月初 今年十一月初就提早了兩個禮拜 對 那現在整個狀況都順利嗎 種子已經種下去了 然後經費也都取得了 然後那現在各個公所都在準備階段 好 那經費問題跟局長講一下 柯長局長 我知道你政府經費很厲害喔 但是發財節的部分 你一定要加他 今年發財節的預算有多少 四百九十九萬一千兩百 爐竹地區 沒有啦 都做多少 一千四百多萬 所以說 第二次發財節平第一次更多 第一次是一千一百多萬 第二次是一千一百多萬 第二次是一千四百多萬 但是又多了一個鄉鎮公所出來 還多了一些社區 對啊 還多了很多的社區 那上一次是只有西海社區 這一次又多了很多社區 但是上一次的西海社區 又是大員讓西海社區來主辦 所以大員區公所沒有放進來 這個我都很了解 是我們局長比較不了解而已 我現在要說的是什麼 我們的發財 大家要開三億四億 不是我們的農博 但是我還要你報告 就是 人家文化球在辦地景藝術節 人家都要開三千多萬 結果你的發財節 你都要變成幾百萬 變成幾百萬 你從以前做到一千四百萬 是怎麼做 農場 農族的部分 是你又用到人家的回饋金 你不是本預算四百多 你他有用到人家的回饋金三百萬 農會又出一半 那農族農會是真的值得表揚 他每次我們要辦活動 他就跟我們收聽 這個沒話講 只要促成地方上的一個盛事 發財就可以辦得好 這個我都沒話講 問題是局長 你在經費整個月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注意 你中立的經費從哪裡來 大員的資金經費從哪裡來 憑證的經費又從哪裡來 憑證的經費是用區公所的經費 對 憑證用區公所 農族用回饋金 那你中立的經費用哪裡來 經費也用區公所 農族用回饋金 這就是公所不公的地方 我們會再檢討 不用檢討 不用檢討 回饋金 花在該花的地方 我也認同 我也希望說 能夠把預算把柄做大 所以說 你不用劉劉就要檢討 我不是你幫你接管 我是希望說你辦活動的時候 可以當這個制裁 還要注意一點 沒有要明理的意思 所有議員不明理 只有莊議會跟劉勝全兩個而已 所以你站在那裡不用檢討 我們兩個坐在這裡就要很放心 你把發財的辦得好 這次不要再出狀況 我眼睛金金再看 目前已經出了很多狀況 但是那一天我們的江戶貴江鼠命真的不錯 他跳出來以後 把所有狀況處理完畢 處理完畢 所以我今天是要把你們鵝肉 不是要把你們賣 你們不用檢討好不好 從工作報告到現在 我沒有一個局勢是用鵝肉 只有你們用鵝肉而已 謝謝 謝謝 你把我稍微倒閉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一座 你請坐 不然再來就是 我們這個 還是要誇你 我們這個水護局 這次的颱風 剛好沒氣颱風 苦心死 沒有淹水 沒有淹水 那感謝我們水護局的付出 當然 除了我們整治有功效以外 我們這裡也有資料以外 我記得去年五月份 99毫米 99毫米就硬成這樣 那今年大概統計出來的資料 大概是101毫米 結果沒有淹水 沒有淹水 沒有淹水最大的功勞 就是我們水護局 是不是 不是 不是那是誰 老天 老天啊 對啦 我有去拜那個觀音菩薩 唉 局長 說真的啦 謝謝你 因為上一次的工作報告 我跟你法令 你馬上到現場去主持協調會 那你協調出來的結果 做得都不錯 所以今年 沒淹水 那普新西的部分 以後持續每年 經費還是要繼續做 好不好 那不要說設定一千萬 因為 這種整治的經費 不是一千萬可以解決的問題 該做多少 該給多少 就給多少 因為這很重要 你看成效馬上出來 上個會期的執行 這個會期的颱風 馬上不淹水 那另外你一個做得不錯的 是這個 水勤APP 水勤APP 成效好不好 你講一下 好不好 還可以 很好 不是還可以 你又客氣了 你在Google Play裡面 你的評分 到4.2顆星 滿分45顆星 你4.2已經辦得不錯了 謝謝 所以我也是要跟你學會 你不要緊張 你們很奇怪 是我叫你們起來 你們就以為我要罵人 我今天就心情特爽 我就開始來誇你們 真的就做得不錯啊 你有這麼多客氣 好 謝謝 剩下時間給莊藝會莊藝人 我們沒點會 來 大家 來了 市長 是 那個我請教你 老街區跟新街區 到平鎮那個工業區 我們當時也完成 我們是市長總共給我們的經費 在新街區 你什麼時候會完成 進度 在107年 107年 你做那兩條客氣 你有沒有 有沒有結合到 我們那個平鎮 那個八角堂去 都有都有都有 都有跟地方 還有跟這個公所 都有在配合 有嗎 我覺得好像 你這次規劃 你說明的好像沒有 秋哥長 是不是這樣 我們有 也有跟地方 里長已經開過好幾次 我是認為 因為那要納入下去 因為那個平鎮 我們那個八角堂 跟剛好 我們那個老街區那邊 有沒有 上游 那個因為也是一個觀光景點 那個 也是我們平鎮很重要的一個 七塊 所以你要把它納入進去 黃里長他也有爭取到經費 所以我們跟他一起來結合 還有我想請教你 現在我們金陵路不是有在做那個排水系統嗎 是我們發包的嗎 金陵路公所 那每次就淹水啊 金陵路現在四公所 七公所有在發包一個那個排水系統 是我們這邊發包的嗎 公所發包 公所發包的是嗎 以前我覺得是我們水戶局在處理的 因為那邊只有做一小段 還有因為上面還有一段沒有做 因為那大家 我們那個鄉親都在陳情 我是希望你們多了解一下 因為他每次 每次淹水就淹 就是這次颱風也是 因為他那邊比較低蛙 是 我想說有空的話安排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教長啊 我請教你齁 這次風太來我相信 我們土耘勝很平安 不過我要有尷尬齁 很多鄉親要有 來講啦齁 很多天然災害的 像往事那些海峽 你們都有去瞭解嗎 各企啊 各公所啊 有都有 都有 都在那裡 我們那裡是 都在公所那裡看 應該是都公所吧 或是都 沒有都有去看 都已經看好了 都有看好 我也說 我也是所在乎 你也沒來看 可能我議員要有人看 所以我就是說 我就是要說 叫你們落實去了解 因為我現在也是一樣 都找到了 所以這次你別說 我們土耘很平安 感覺沒事 屬於很多 天然災害 像往事的都有問題 我是希望 你要叫庫公所那裡 去了解一下 落實我相信 也沒辦法 因為你 你們市公所 你們的官員 你們這些公務力員 你們哪有可能 都免免自大 所以我希望你們 叫庫公所 各庫公所 我們下午再去追蹤一下 下廂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蘇翠玲議員發言 謝謝 好 謝謝副議長 農業局局長 我先請教一下農地管理科科長 哪位 你是科長嗎 現在是代理科長是嗎 我們換了好幾個科長 農地管理科 農地管理科 這一年來 這兩年來 離職多少員工 正式的跟約聘僱的 調走離職有幾個 正式的部分 應該是之前 林課長 你只要告訴我 人數就好 一個 林課長 然後那個約聘僱呢 約聘僱 沒有 沒有調走 目前我代理以後都沒有調走 沒有 我是說 不是你代理以後 這兩年來 這兩年應該是沒有 沒有喔 真的喔 那這樣 這個我得到的訊息有誤喔 怎麼聽說你們農業局 離職的人將近有20個 然後農業那個 你這個位置 農地管理科科長沒人要做 我請教一下 對不起喔 農地違規使用之後 你們的處理步驟是什麼 應該這樣講 如果按照農發條例 第六九條規定 我們是審認 是不是符合做農業使用 後續的話 如果說是違規的話 我們會給地震和都發去做處理 那地震和都發是依據 區域計畫法和都市計畫法處理 對 區域計畫法跟都市計畫法處理 然後呢 就是先要他陳述意見 對 陳述意見之後就罰款 罰款之後 就要怎麼樣 恢復農用 對不對 要恢復原狀 那如果沒有恢復原狀呢 誰的責任 是農業局的責任 還是地震局的責任 如果按照分工的話 後續的追蹤查處是由區公所 區公所 是 現在跟農業局無關 不能說無關 只是說這個是分工的問題 那這樣 副市長 那這樣以後我建議 這個本系以後如果要質詢農業局的時候 只要有農業局單位質詢或總質詢的時候 所有的12個區的區公所 區公所的區長都要來列席 包含他們的農經科課長都要來列席 否則的話因為剛剛講 你看 剛剛講農地違規使用 對不對 罰款罰完之後最重要的是要恢復原狀 恢復原狀現在跟農業局無關 是區公所管理 區公所要負責後續 那所以你看我今天我就問不下去了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問不下去 副市長 我上次質詢過 我請教一下 這個 那個農 科長 那個巴德華興段239D號 現在目前是做什麼使用 現在目前是 他移給那個地檢署 沒有做什麼使用 你先告訴我現況做什麼使用 人事有建物存在 還是有建物存在 還是做工廠使用 做什麼使用 239 239做什麼使用 對不起 那我要查一下 餐廳 對不對 239D號做餐廳使用 兩家餐廳 對不起我剛剛是 那副市長你要不要 副市長你要不要先問一下 那個農業局局長 他什麼時候才願意恢復農用 那是他的土地 都基外 都基外的農地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他才願意 把它恢復農用 我們現在是要請教就是說 是不是地主 他願意恢復的時候就可以恢復 他如果不願意恢復的時候 就不用恢復 還是說如果他不願意恢復 我們可以按照區域計畫法 按次連續處罰 然後還要加重其刑 有沒有這樣的規定 否則的話 你知道嗎 現在我這個手上 接到了澄清性一大堆 每個都跟我說 說農業局自己的那個局長 自己的農地可以違規使用 都可以不用恢復原狀 為什麼他們的都要恢復原狀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人家 那我現在請副市長再看一下 我現在都不知道農業局在哪裡 現在原來原來後續管理是歸區公所 我今天才知道耶 我原來以為喔 農地管理都是由農業局負責 我現在才知道說歸區公所 我相信很多在場的議員 可能也到今天才知道耶 我真補充說明一下 是後續的追蹤查詞 9月份這個月 這個月 這個月 就在巴德 就在距離我們 這個 謝局長他的農地 不遠處 又是一塊 巴德農地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土質改良嗎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土質改良 這個許可 有沒有 巴德有沒有 他那個是新崩段 你知道這是哪裡喔 你知道 對不對 這麼大一塊面積 你現在副市長 你現在只要Google Map 打開看一下 你就知道那塊地有多大塊 就在接收路旁 然後農地 是吧 是農地吧 是喔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銀件廢棄物啊 這還混合物喔 銀件混合廢棄物喔 因為還有吸管啊 還有塑膠片啊 還有木頭啊 還有大石頭磚塊 鋼筋啊 磚塊啊 對不對 整片都是 然後 真的 我覺得桃園的農地啊 真的 我已經 我覺得我已經講到喔 真的 心情沉重到無以復加 已經連續兩年了 結果我們現在看到還是這樣 欸 副市長 兩個大怪手 啊 兩個大拖車 大卡車 一樣 我講的農地 背歌三部曲啊 又在發生 一部曲 二部曲 三部曲 繼續上演 對不對 整地 好的土地 通通都弄出去 賣掉 欸我要再強調喔 把 土地雖然是 所有權人的 可是地下資源啊 表土以下的東西 是歸什麼 是歸國有欸 是不是 農業局局長 是 歸國有欸 這樣子挖出去賣掉 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觸犯刑法欸 對不對 然後呢 就來二部曲 回田 對不對 營建廢棄物 就回田下去 我再跟你預告三部曲 三部曲 就跟我們農業局局長一樣 可能蓋個餐廳 不然蓋個工廠 應該巴德建壽路二段這個地方 可能蓋餐廳的那個效益比較大一點啦 我在想蓋工廠的可能性比較低 欸 所以應該是蓋 應該是蓋餐廳 欸 餐廳然後蓋的美輪美奐 很大的庭園 然後很大的停車場 哇 欸 公平嗎 尋 守法 尋規道具的老百姓 他要開餐廳啊 他得花錢去租商業區的用地啊 然後去蓋啊 寸土寸金啊 然後呢 對不對 這些不守法的人 就可以把農地拿來 一魚三吃 對不對 一魚三吃 我昨天講 昨天也是一魚三吃 今天又來一魚三吃 桃園市政府喔 如果那麼多的一魚三吃 我真的覺得好恐怖欸 我真的覺得我們做民意代表 做到這樣子喔 我覺得已經 真的 你知道這心情沉重啊 我覺得有點 真的叫做 不如歸去的感覺 你知道嗎 講都沒有用欸 對不對 市政府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公務人員 把法放在眼裡欸 對不對 這個民眾陳情的啊 爐竹 三角裡 農地 超大尾建 做什麼 做工廠宿舍 對不對 超大尾建 他說奇怪 怎麼檢舉 就怎麼都不會猜 新建中也一樣不會猜 對不對 然後欸 檢舉 一堆 民眾檢舉一大堆 每個人都說 是不是因為農業局局長 自己就這樣子違規使用 所以呢 你農業局每一個 通通都變了沒有牙的老虎 變貓了 副市長 是這樣嗎 我們檢討 就看依法規要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對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很遺憾欸 我真的覺得很遺憾 欸 局長 你竟然坐到農業局局長這個位置 其實你財產蠻多的 你知道 因為我去監察院調過你的財產資料 你蠻有錢的欸 你竟然這麼有錢 你怎麼會在乎那一點農地 出租做商業使用呢 因為我在為做局長之前 就有那種設施 那你做的局長 你是不是就應該處理呢 各況你做的還是農業局局長 我現在在變更中啊 已經有在變更中了 辦什麼 再辦你變更 變更 你那還能變更喔 太好了 你知道嗎 太好了 因為啊 很多醫生都跟我說 他現在就等著看農業局局長那塊地啊 95年 變更成為特地目的事業用地 做客戶託育中心 然後從來沒有使用過 也沒有蓋過 按照土地管制法第三七條應該要 恢復原編地 沒有 沒恢復 從95年到現在 沒恢復 沒恢復他現在喔 提案 他要變更 變更成為診所用地 你知道我現在已經有100個醫生來我這邊登記 他跟我說 蘇議員 農業局局長那案喔 如果都通過喔 我這邊100件 100個醫生 他說我們通通都要申請 我們手上一堆農地啊 可是沒有一件農地可以變更成為診所使用 他說我們等著 只要農業局局長那個案子只要過喔 我們馬上就要變更 他說把我們當盤啊 我們去租商業用地 隨便租一間 人家都把醫生當肥羊啊 這個租金年年條帳 他說早知道農地可以變更 不要這樣玩 他說那他們都來玩啊 可以嗎 謝謝請坐 好接下來我們請 蘇智強議員 楊俊虎議員 李雲強議員 蘇交明議員 張印炳議員 吳慧議員 共用25分謝謝 我先說 好 那個 水務局局長 局長 是 你好 你好 有關於這個盧竹市齁 新莊子段齁 681-2第號 那個普新西啊 周邊的農地改善 這個工程你知道吧 在盧竹市啊 盧竹7啊 是 新莊子段 普新西 知道嗎 做應該做相關的這個 副案的改造吧 那現在有沒有在做 應該最近會進場吧 我再確認一下 哎呀 亂講話 現在就在施工了啦 那麼緊張幹什麼 可見你們在做事情 你剛剛都不用心 這也是跟你建議的案子 也要感謝你啦 知道嗎 表示你們真的很有能力啦 你那麼緊張都不清楚 現在正在施作 知道嗎 這個工程 已經 農學路的改善工程 已經在施作 那是科長嘛 會後你去看一下 但是你在施作的整個過程當中 在早期的 會議的結論當中 有談到 整個 戶案的加高工程時啊 一併施作 提貨的農路 知道嗎 有沒有聽清楚啊 那你就要一併施作 旁邊周邊的農路 順便加高 提高加高 把它做好來 當時的結論是這樣 這樣有沒有清楚啦 好像是 市長啊 有啦 我們就 做完提防以後 再把農路一併改善 對 一定要去做 施作完成啊 到時候我們一種去會堪好不好 是 那謝謝你們啦 那你的鄉親也非常感謝你們啦 農路有去做改善啦 不是沒有 您的花包出去已經在施作 你都不知道 你看看 有啦 有在做 知道 齁 對啦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我一直跟你們提起的 防前溪 防前溪的改善工程 有空排時間再看一下好不好 是 因為那是中立工業區的排放口 齁 是 那整個西的周邊 我一直叫你們延伸下去 把那個水質能夠有所改善 不要一天黑龍江 一天紅河 一天黃河 有改善一段了 繼續施作下去嘛 那個工程非常的簡單 齁 排個大水管 那排 那水管排氣器也可以 邊施作下去 整個水質都能夠改善了 好不好 是 還有防前溪的上游 靠近內立都位區四區裡面 也有一部分的一些崩塌的現象 齁 在成公里的附近 成公里 改善一起會幹好不好 好 請坐齁 謝謝 那個農業局 局長你請坐好了 第六科科長 科長請教一下齁 違反非都市 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管制規定 你們動不動就是罰錢 剛才我們議員真的愛之深則之切 通通要你們好 你知道嗎 難免會有這麼多的聲音 小小老百姓動不動就給你們罰錢 罰了錢之後呢 你們去處理呢 那天啊 就變成工業區啦 哎呀哪裡還有什麼都市法 這樣知道嗎 那也沒有關係 恭喜他啦 表示我們的工商進步啦 我們也樂觀其成 真的我不是反對 又反對又反對 因為我們 既然無能無責 那麼就讓他們 土地好好去遞盡其用嘛 對不對 達到我們的遞盡其用的功能嘛 好不好 那麼希望你們以後動不動 不要 違反非都市 土地使用的管制的規定的時候 動不動就罰錢 罰錢沒有關係 人家有改善 就要完成好不好 案子要結好不好 是 謝謝 沒有 我要請農業局 請坐 謝忻啊 好 這次國債市場 換給你們管理啊 我感覺你也不在管啦 國債市場怎麼來 有啊 總經理有來 黨市長有在啊 黨市長這次換誰 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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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一國而已多少 總經理 像那邊都領五萬 這次領多少 八萬喔 怎麼八萬喔 沒有 給你們多少 五萬一千多 五萬一千多 五萬一喔 黨市長你怎麼可以領 沒有 啊 沒有 黨市長沒有而已 對啊 這樣給你 你還有練習 總經理啊 統計會來很優秀 我知道啦 啊 市長你也有在這裡 我七月你幾次啦 啊 剛剛 市長也不可能去管國債市場啦 剛剛任命他排而已啦 你做黨市長齁 也不管啦 啊 局長說也沒人去聽啦 你覺得國債市場要簽嗎 我相信如果剛才有議員也有你問過 你要不要簽 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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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簽簽啦 簽簽的部分 要簽簽嗎 不然我怎麼做市長做不夠啊 要簽啦 現在大夜瑕疵啊 對啊 你還要大小店嗎 這個你找土地 那個水利費的地 如果可以的時候 還要做個重劃 再可以 對啦 我是覺得你用點心啦 剛才議員你幫你命 我也不捨得罵你啦 你的分量喔 拜託提高一下啦 國債市長你連貨 整個罐就沒整個罐 有說一句話沒人要聽啊 你做龍的國長也做得正經老闆的耶 好 我來檢討 對啦 你檢討喔 等一下喔 這要稍微落下 後面兩位請坐 那個局長跟副長站 賴總經理你不用騎 你這個大中間你這麼大 對吧 我是拜託你啦 我跟你說幾個拜了 現在場外交易也很多 以前我們沒有辦法管道 我再講下去 我跟國債市長當市長過了 了解很多啦 你用點心啦 我只是提醒你啦 我也不要講太難聽話了 市長 市長 你也融會出心的 大家都好朋友 我很尊重你 我們這個學弟是平和大的啦 郭吉桑的 什麼事情沒什麼啦 會啦 會啦 會喔 好啦好啦 不想再停下去啦 謝謝 那那個博覽會 要怎麼辦 農會博覽會 我相信有人跟你問 後面請坐 農會博覽會 我們在新宿的氣象站 我們的公有土地有9公頃 私有土地17公頃 還有連一瓶子五個月 都都30公頃 你當時要辦 我們要試營運 你不要像那個四部 以前台北市辦的四部 那不一樣啦 我們這排 開星星了啦 開星星了 要保一些績效出來 農會 你也做過 你也做到總幹事 你的農業系統 你也很熟 國外你也去考察 我們也讀到 有地情藝術者 用每一個橋 都要動起來 大家都要集完 大家都要盜做 對啦 我是在 也是提醒你啦 也是督促你啦 因為你農會系統 農會好好的利用這個博覽會喔 這難得我們桃園農業博覽會 很大的一個活動 帶動桃園的觀光齁 帶動桃園的產質 包括農業 現在年輕人也沒什麼要做農了啦 現在農業區的面積也不斷減少 大家都不來做啊 你有什麼輔導的計畫嗎 有啊 高雷青龍都來回鄉回來做 對啦 我知道回鄉你要有一個計畫出來 有 我們今年也有做 久年也有做 我希望你要稍微做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都是 希望 哲之深 愛之切啦 希望你努力一下 好不好 來請坐 謝謝 來我請隨便 那個 我一直關心的那個 南凱西的自行車步道 你知道嗎 是 就是還有經過路 全國電子制 大快機小 那個打通案 是 南凱西啊你知道 市長不是要做一個 南凱西印象大橋 你知道不懂 知道 那個地方知道齁 何時動工 哪時候有沒有變預算 哪時候要完成 整個預算是大概兩億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 七色發包 那 明年 就會開工 明年 明年幾會開工 明年預算一通過 我們就來開工 預算 今年的預算是不是 明年的預算 明年的預算 先兩年 對啦 市長經常在講 那個料 沒有打通 騎腳大車 你也知道 騎腳都在那裡 那裡沒有過去 經過路 全國電子制 大快機小那段 有沒有去看過 都有去看過 都有去看過 都有都有 還要租 還要等 還要等 講了兩年了 我以前沒有那個經費啊 沒辦法 沒錢啊 我們現在還是一年有一千億啊 好不好 有邊預算 邊預算齁 那 明年可以動工齁 明年動工齁 現在那個下水道 現在到處堵車啊 是 現在你們要做多大 要做到哪裡 幾年才能完工啊 桃園區就好了 別人電話不管了 這在做多久 我們整個桃園是算第二期啦 第二期要另外就是說 還要再 再幾年 八年十年 沒有 桃園區的話大概在四年 四年到五年 四年喔 對啦 四年 好啦好啦 你順便打呼啦 李小鐘一直站起來啦 因為我們三個人二十五分鐘 好啦請坐請坐 你們自己努力吧 是 好謝謝齁 那個我們的水務局長齁 那個我們都知道齁 你來了我們桃園市齁 也有一段的時間齁 是 所以你對我們桃園市的 所有的狀況 所有的區啊 都應該非常的了解齁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龜山區齁 大概每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七啊 都是山坡地 這個你應該知道 百分之八十七啊 連我們的林口台地 或是我們的回龍地區啊 是 都是山坡地 那山坡地有什麼樣的壞處呢 就是山坡地啊 只要是重型的機具齁 只要進場的話 只要沒有經過申報的話 就一定都要取締 甚至移送法辦 所以那時候呢 我在當任縣議員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地區啊 就是 那個 不管是公家的工程 或是私人的工程 或是農民啊 在前面修圖道路 或是房屋改建的時候呢 只要沒有申報的話 一定啊 都會被取締 而且那時候 我記得縣議員的時候 我常常到警察局 或是到現場啊 跟他們去溝通 跟我們水務局去溝通 和協調 這個事情啊 一直困擾我很久 因為我們龜山區來講 你想想看 在我們的林口 那我們的繁華地區 也是三波地 在我們的回洞地區 這麼繁華也是三波地 還好 今天 局長你來以後啊 這個狀況啊 就差了很多 我其實最起碼 在這一年多啊 我比較沒有接到 我們民眾的陳情 有關於這個水務上面 有做這個 開花的時候呢 我發現到我們這個水務局 沒有像以前那樣子啊 我被叫到警察局去 幫他們去做協調 或者到現場去溝通協調 這個就代表說 你能夠貼近民眾的需求啊 沒有做很大的一個 所謂的應該可以 應該看的 不是說看的過去 只要不是違法的事情 我相信你應該都會 來省慎人來處理 就對了 我們都用勸導代替舉辦 對對對 所以都用勸導的方式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啊 我大概這一年多 都沒有接到陳情案 這就真的 就是有的要勸導 有的家裡面的自己 自己要整理整理的 農用道路嘛 也是要或是除草 或是甚至於 我要土地要賣土地 我找個怪手把地 稍微整理出來以後 順便弄個借莊 那時候都會被取締 現在 目前為止 我是沒有聽到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好 我也希望你能夠努力 因為這是治標不治本 所以我們龜山區 拜託一下 我們山坡地的解編 我也希望說 我們加快的速度 因為我們 畢竟來講 給我們87 實在是不公平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那個林口長庚的地區 這麼遼闊 都是高樓大廈 還是山坡保育地 那實在是 跟林口 跟林口比較起來 我們整個就 有礙發展 甚至於我們做任何工程 都要跟你們水務局 做新的建築物 都要跟你們水務局 去溝通協調 所以我希望說 這個山坡地 這個區塊 我希望說 能趕快趕快 拜託一下 趕快把它解編 能夠解編 把它解編掉 我們現在就是在等這個 龜山公所 他把這個報告完成後 然後送給我們 我們經過審查以後 我們就會送到行政院 來報警 來通過 這個還有其次 就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南坎西 單車步道 在我們龜山地區 已經算是非常完整 我們也增加很多的 一些設備 等於說整個有連貫 就是我們路光橋那個部分 有一棟民載 對 那民載的路在新路裡面 有那個民載如果說 能夠 那一段只要能夠 能處理掉 我們等於是龜山區啊 整個的南坎西就通了 就環狀就通了 所以我希望 這個工程啊 我希望我們能夠 加快進行 跟他們那個屋主啊 就是一小塊 就是一棟房子 在那個地方 就一棟而已 能夠盡快 而且我認為這個經費 不用花很多 可不可以趕快把它進行一下 讓我們這個整個的環狀 這個整個南坎西的環狀 能在我們龜山區啊 先通啦 現在整個環狀都可以通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那就努力一下 謝謝 請問一下那個水務局局長 我想前幾天台風 這個在電視上畫面 有在我們附近區 三名 三名部落 有一個這個 這個他的那個邊坡 還有操場 整個都下去了 這個我們有沒有去關心 有 蛤 這跟我們有沒有關係 水務局 這一塊的話 因為它下面是我們的 峽管 這個野溪 對啊 那所以我們是跟這個 原民局 一起來合作 我們要把它做一個 好 那個趕快去看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部分趕快去現場去看一下 到底那個 要怎麼去解決 還是說它整個偏波 是不是因為底下的那個野溪的關係 那個都要把它 對我們要報這個 齊羞 齊羞 還有就是 中立 環中東路跟至中山街 就是那個三轎子雲公那個地方 因為三個月前 我看你們在那邊 就打了幾個洞 然後呢 這個把它 就把它這個交通把它圍裡 把它圍起來 一直到現在 大概大概過了大概兩三個月 都沒有在施工 後來我就看 那個到底是誰的工程 我一看原來是我們水務局 它那邊是什麼 環中東路下游截流工程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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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環中東路跟那個 跟那個三轎子雲公的前面 應該知道 科長應該知道 你們都沒有在做啊 然後呢一直擺在那裡 然後呢 就是一直把路封了 當地的我們所有的居民交通也不方便 然後呢 到底為什麼工程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嗯 跟一座報告 其實它是底下推進 所以它其實陸續出坑 只是說它那個地質狀況其實是軟歷石 所以它試作進度會是比較慢的 那我看那個的 你這個就挖幾個洞以後 就就把圍裡圍在那邊 然後都沒有再動作 它是底下淺盾 對底下 有作業嗎 有作業都有持續作業 只是因為它那個地質比較複雜 所以它推進的速度是很慢的 我們也是希望加強速度 這個你再看一下 我看是還要弄到明年的2月 這個 我們希望是說能提早結束就提早結束 這個部分再去關心一下 然後我們那個 我看你的工作報告 我們有向水保局爭取了一億五千多萬 來負責整治整個野溪 包括復興區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希望這個我們局裡面這裡 這個在第八頁 是 希望能夠多益住一些 因為我們負責現在很多的野溪 包括我剛剛講的 結果 可能有一些問題 整個家裡整個部落 搞不好什麼時候 垮下來都不知道 這個部分希望我們局裡面這邊 這個都跟我們的水保局 都爭取一些相關的預算 好不好 沒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 霞雲橋上面 有沒有 小雲橋上面有一個崩塌地 是 對不對 這個你們在你們的報告上面 第十二頁也有講 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局裡面這邊也加快的腳步 好不好 我們現在正在要發包 對啊 因為一直都放在那邊 然後到底民眾看了也非常緊張 是 到底未來到時候又台風的時候 到時候變成淹塞湖 到時候會淹到這個上面的部落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 我看你們說九月要說明會 對 是不是 然後十月來發包 十月發包 那整個他要怎麼去整治或怎麼去做 一定要跟我們當地的居民 要做充分的溝通好不好 讓他們也了解 還有底下有沒有 他底下還有幾戶 還有一些露營區那個部分 一定要去跟他們 大概要跟他們講清楚 這個要跟他們說明一下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希望我們局裡面這邊 一定要來做好不好 好 這個 最後就是 我上次也講過 有關於河川監測系統 這個就是監測我們河川的這個暴漲的這個狀況 我想這個水保局也建置了很多 上次議會的時候我也講 希望我們局裡面這邊也是跟水保局多多的來 來這個協調跟溝通 看看是不是復興區能夠設置的部分 能盡量設置 好不好 能夠掌握這些水情 好不好 好 OK好請坐 農業局局長 這個颱風過後 這個農損的部分 這個到底我們復興區 這個他們有沒有在好好的查報 然後有沒有這個跟我們反應 這個這個部分 復興區是田市的部分 大概有五十公頃 啊 五十公頃 五十公頃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看請那個我們復興區或是農會 要實際的去查 因為到底現在因為後山下 我看有幾個路還是還在斷 所以你們這個有關於田市的 他的那個災損的部分 希望我們局裡面這邊主動的跟我們的公署 跟或是跟我們農會來取得聯繫好不好 我們下午我們復興會上去 好好這個再麻煩局長 再第二個就是有關於這個 我看了我也收到你們公文有發 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宣導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錯 你們大概是在 大概是有兩場次對不對 一個在後山一個在前山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 我因為希望他們剛好復興區現在要準備要開村民大會 你們就剛好可以配合他們這個村民大會去做這個 有關於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這個宣導 因為他們現在復興區很多都很想這個對於這個法令 他們這個真的是不是很清楚 而且未來我們可能因為技衣的關係 可能我們要去取得這些野生動物的時候 他們應該怎麼去申請 我想這個部分我想請我們的局裡面這邊 能夠多加的配合 當然你們 我看你們有要做兩場次的宣導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 他們從10月4號開始一直到11號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局裡面這邊來配合辦理好不好 謝謝 可以嗎科長 可以 好最後我想這個你在第10頁上面也有講 這個休閒農業區的這個輔導管制 所以這個我們這邊你們是講說山明大窩跟野亨部落 我想這個部分這個事後把這個你們選定的地點 拿一份給我這邊我來了解一下 好不好 關於農業這個休閒區的部分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農業局 謝謝局長 請教一下 在你這個工作報告中 有寫說 小地主大電農的政策 是不是請局長來做一個說明 小地主大電農就是把那個 你沒有跟的地啊 委託給 這個這個 那個中心去 去擴大去做 節省一些人工啦 機器設備那些 那目前來說 大部分農業區的大部分應該是在大遠信屋觀音 還是別的區都還是有大電農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都是有像巴德也有啦 那個中壢區也有啦 台灣區比較少啦 OK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局長 桃園市 比加有規模的 漁港是哪幾個 漁港 我們有 永安漁港跟主委漁港 桃園市只有兩個 是不是 對我們兩個 一個客家移港 一個是主委移港 主委移港有一個叫做彩虹橋對不對 那你們這個維護多久的時間會做那個拱橋 紅橋的一個塗裝多久 你是組的是彩虹橋 是那個橋橋 是 多久 彩虹橋已經委託公務局已經做好了 已經正在驗收的階段了 是因為你們在工作報告裡面有這樣子一個載明 所以我想去了解跟關心 好 第三點我要請教一下局長 桃園市啊 符合農民身份的有多少位啊 大約有四萬六千多人 多少 四萬六千多 好 四萬六千多名對不對 那既有農民可以領 因為農民是六十五歲就可以領到農民津貼嘛 是不是 那那個有領農民津貼七千兩百多塊的 有三萬五千多人 也差不多是一半一半的人數 對 他那個是有排富條款 還是有排富條款嗎 對 你如果房子或是現金太多了 就是都會有排富條款 那排富條款大概金額是多少 五百萬以上 五百萬以上是不是 好 了解 請坐 好 謝謝 那水利局的劉機長請教一下 是 桃園市啊 是不是前面的污水下水道完成 我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區都有 有這樣的一個下水道嗎 都有在規劃我們是十加二個系統 那復興區有沒有 復興區有兩個 復興區有是不是 有下水道是不是 有 有 那是不是 都是比較防髮的地方嗎 才做這個下水道嗎 都是在復興區裡面 復興區裡面才有是不是 是 那因為 我就想是說 因為復興區來說 也常常有這種災情 那應該尤其是下水道 或者是排水設施 當然也會延伸到水利 那個農業局 那我想這個部分 那我想復興區如果 雖然是說 沒有在多會區的規劃裡面 是不是 那個水務局 是不是也要做這樣的一個措施 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 有需要的話 我們是用這個 我們請我們的這個區牌科 就是水工科來做 好 另外 那因為剛剛李英強講過 就是說龜山也蠻多的山 那也常常就是會奔山 或者是使用不當等等 如果要在處罰 或者在歸欠之前 是不是 歸期 都欠倒 欠倒之後 沒有辦法的話 再做一個滑倒的一個 沒關係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徐其萬議員 以及黃景希議員 共用十分鐘 謝謝 謝謝 謝謝一長 李議員 雨水下水道的鋼鎮 在我們土屋區 那麼已經開始在做了 也做很久了 雨水下水道 啊 雨水下水道 是 那麼我想你的證據 也就是說南區跟北區的BOD 那麼能夠很順利的飄出去 老實講 水護局給你們肯定 但是在施工的過程裡面 桃園區啊 尤其在富國路 以及這個永安路 這兩個這個 污水下水道的工地啊 那麼只要上下班期間 塞著滿地 反正都是大塞車啦 對 踩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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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不是說 這個水浮橋 那麼跟高通橋 那個規範啊 趕緊把這個問題 鐵鐵鐵來做一個改管 這樣好不好 好 好不好 這頭一頂 第二 有關於河川的防汛道路 以及那個 那個治理線的問題 那麼我想請教局長 以南桿西為例 大興橋到南通橋 這邊還有這個防汛道路 還沒有做完嗎 這部分還沒有 所以说这个防汛道路以及河川自体线 针对于整个都市计划的影响也蛮大的 尤其在交通建设上面 你想想看 如果那条大兴桥的那个自行车步道 反正南侃西的自行车步道 就是在那一段刚好就没了 因为我们的河川自理线 化设是在这个住宅区它盖了之后 所以现在假如说我们要 要直写这样的话 可能就要拆到这个住宅 我希望你们好好地下去检讨 而且要排除万难 那么针对于河川自理线 以及防汛道路的打通 那么应该列为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政策 好不好 而且这对地团的交通的建设 也好对这些这些 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好不好 基本上把你们政府交易签订一下 把你们交易签订一下 好不好 谢谢 那么 都会交易 我想副市长 桃园市已经深刻维持辖市 整个农业政策的一个检讨 非常重要 很多议员针对于 这个土地的违规使用 有意见 副市长的领导之下 乖金在这次会通网减党里面 好好地进行减党 让这个農地最好能够放官使用 我们团的三检 已经比以前不一样了 副市长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我们两个政策要调整 谢谢 曲奇案议员谢谢你 好谢谢 我们副市长 请教我们水货局局长 是 真的你很幸运 怎么讲 这次台风带来的灾害真的最对我们桃园市 牵扫的最低 而且你有很好的部署 像国梁啊 你们秋科长 什么事情都拿去搭起来 什么事情都拿去做 所以说他们是一个很好的部署 真的是非常好的部署 而且大沿呢 是我们桃园中壢地区 所有的河川汇流都在往大沿地区 流出这个台湾海峡 所以说在每次的灾害当中 大沿的河川这个平常就要做好 河川的一个整治工作 包括输尽工作 这一点呢 希望说你们在一定要加强 还有612的这个水灾 造成大沿地区大淹水 很多的地区淹水到现在 还没有看到你们的改善 提出改善计划 那这个淹水呢 市长也亲自去看过了 那你不晓得 那局长 你对大沿地区 612的这个灾害 哪些地区要改善的 你了解他 基本上就是说 在浦兴溪 612的时候 它是整个淹到这个机场的跑道 那所以我们在浦兴溪这边的话 我们有跟这个水灾署有提出来 希望能够把它提升 它的防洪标准能够达到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报纸也登得很清楚 浦兴溪 浦那个机场的淹水 并不是说完全是浦兴溪的问题 是他们内部施工的问题 浦兴溪的改善是很重要 但是呢在浦兴地区 整个那地区的淹水 市长也亲自去看了 我希望说你在整个淹水地区 加速办理改善好不好 是是 另外呢 大沿老街西的这个河滨步道 河滨这个整个大沿里 还有田兴里呢 这个整个两侧的这个河滨步道 你们叶列也做了一个 这个初步的规划出来 那整个进度 要如何来执行 如何来推动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这一部分的话 因为还牵涉到一些私有地 还有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 那我们会按照这个程序 取得用地以后 然后我们就来推动 希望这个还是要 积极的快速来推动 有我们也有推动 还有副政事务所 邱哥长你也去 以地区再谈了 副政事务所对面的 这些土地地区 我们希望说快速 没有联络 因为台风来的时候 洪水造成 副政事务所 那整个堤防 会真的是挡不住 会挡不住 造成又堤防又匮乏 这个就希望你们加强 好不好 好那请坐下 请调我们的农业局 局长 这次我们中度台风 我们煤基台风 造成我们桃园市的农业灾害损失 前四年达到多少 这个要这个灾害的损失经位 损失经位到目前2314万 2314万 现在是不是接着都要到 127勘查是不是 目前已经勘查差不多了 就今天在报的话 我们就是在 再勘查 当然希望说对给农民 可以更多的一些 这个补助 真的他们辛辛苦苦的 工作出来 已经接近快收成了 结果呢 在这次的灾害损失 他相当的惨重 希望说可以农民 都可以更多的照顾好不好 报告一座 这个是天然灾害救助 因为我们就是在 报了之后 我们十天内就是现金补助 先报到农委会 所以就拨现金过来 给我们的现金补助 好 就是多家照顾农民 另外 目前规划的休闲农业区 大岩区西海 休闲农业区 在这一次呢 并没有列入 那你们现在的 是预计在 106年5月15号之前呢 会报请农委会 来受理休闲农业区 划定的申请 这个计划 有没有办法在 这个106年5月15号之前 来提前办理 我们现在是正在规划中 啊 我们目前有过的是 官阴区的 年花休闲农业区 啊 我们农委会 一定在11月会公告 再来就是在 可能就是在大北坑 也是在规划中 啊 你们大圆的 也是在规划中 啊 当然我这 我现在只讲的你们是 计划是106年5月15号前嘛 报请农委会 啊我的我的是希望说你们能 更积极一点 啊 我们在规划 以我们七公所 还有融会 对 哦以及我们 你们自己融会局 共同努力 来早日来推动好不好 好 啊另外就是 会推行发展主委度假村 哦 就是打造桃园宜人码头 嗯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 在5月15号 已经完成 啊这个期末審查工作报告 那现在接着就是 要等专案核定 哦 才会才能依 依港法规定来办理公告 那你这个专案核定 什么时候可以核定 报告预计说 哎这个部分因为 之前是那个住宅的这部分 还有些疑议 那现在已经 会各单位都完成 我们现在正在签报 市长这边来 哎 核定核定以后 呃再送一月署 备查 然后就 是我们至于市政府 只要核定 对 核定以后 啊一月署来备查 我们就可以 我们的这个 一月署 一月署 有办法来 規定办 是 好谢谢请坐 接下来请刘征益村议员 以及吴宗憲议员 共用10分钟 谢谢 好 那请水务局长 局长 那么我们南区 现在比较大的工程 应该就属 那个污水处理厂 那污水处理厂 它的接管户数 会有19万户 19万9千多户 那我们中立区 我们中立区的那个 总户数 也不过是14万多户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想请问 局长 那么我们中立区的 所有住户的 这个 那个家庭废水 都有接管吗 因为我们主要是 接这个中立 这个 它的都市计划区内的 都市计划区内 都会来接 都市计划区内 是什么意思 是在 在都会里面的 像 像 这个 因为污水处理厂 设在水围里嘛 水围里的周遭 它周遭有这个 内定理啊 有水围啊 有清浦啊 那么有新河啊 这所有的内定理的 这个接管 有没有接到污水处理 报告议员 原则上我们这个 污水系统的规划 是以接这个都市计划区为主 所以包括像有些 比较主要像 高椅特定区 还有像中立平证 还有这个内力间 这些都市计划都有 内力有吗 内力有吗 有 我是这样想啦 因为我 我有看到你们 像这个 内定理啊 内定理 并没有接管 是不是 内定理 就在周遭而已 过一个新街西 就是内定理 那么 我的意思是说 那么内定理 跟这个污水处理厂很接近啊 只有过一个新街西而已 为什么他会没有接管 接到这个污水处理厂 那我的意思说 那么他们有受到 这个污水处理厂 设在那边 毕竟人家都不会很喜欢 那么设在那里 为什么周遭的人的 这个纳管 并没有纳进来 我觉得这样子 你们是不是要再思考 如果真有这一回事的话 我们要再检讨 因为我觉得 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回馈啊 至少他的纳管要纳进来嘛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才算公平啊 那么局长 我讲的意思你懂吗 了解 所以你要再检讨说 我们污水处理厂 周遭的这些住户的 纳管 有没有纳进来 我们要再做一个 好好的检讨 好不好 不要说 真的在旁边没有纳管 你看他们会不会生气啊 是 那还有一点就是 那个局长我想请问 我们新阶西的整治工程 现在断断续续的 我看你做的都还不错 可是我觉得 为什么会 是不是有选择性啊 像现在龙岗桥到东明桥这一段 为什么还没有做 反而做到 往前面推的话 往前面那个振兴里那个部分 都做过来的 我们都会来做 我们就是总共有五段 那我们这个是 这个会在明年 会把它完成 那现在就是分段来做 那个局长 我是这样想 因为龙岗桥到东明桥 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住户很多的地方 就是建行公专那个区块 住户非常多 我觉得那个部分来做的话 是对所有的市民来讲 是会有加分的 那我觉得局长 你是不是这个部分 你也要考量 考量列入这个优先来施做 好不好 好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老街溪 我们老街溪是真的做的 还蛮漂亮的 可是溪底那个草真的很高 我每天从那边过 我看到溪底的草 哎呀真的比人都还高 我想你们有空的话 或者是你们要重视一下 那溪底那些水草 因为毕竟这一次大雨 还没算很大 所以并没有造成一些災害 那我想那个草 如果说整理干净一点 整治一下 对于这个水流 会比较正面 比较加分 好不好 我们再派工来处理 好 那还有就是那个 我想请你请坐 农业局长 局长 局长 谢局长 您的稻股肥料服务到家的计划 我是非常赞同 因为前几天我到乡下去 很多农民在反映 就是我们的肥料的补助 中立区的 肥料补助 他说奇怪 肥料补助的价钱 比他自己去外面买更贵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不懂什么意思 那么他农会有给予补助 应该比较便宜 为什么他自己私底下去买 会比较便宜 自己去买 那是 政府没补助 是买台肥的还是买私人做的 私人做的 他是在哪里买 在农会买的还是什么 不是在农会买的 农会补助的反而比较贵 他到私底下民间的那个 就是 不同厂牌 同厂牌的 所以我觉得这很奇怪 那我查一下 所以你要查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果是台肥的 一定是 那我是非常鼓励 我们的稻股跟肥料 服务到家的计划 因为农民都是 一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一些老农 那我们这样做的话 他们真的会深深感受到 政府对他的关心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局长 我很赞从你刚刚讲的 青年回乡服务 这个是农业 这是很好的一个政策 那也特别感谢你 在联花园的休闲农业区 也经过柜局 认真努力 应该农委会那边 应该也会通过 但是我在想说 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关于一般农业的 在桃園市里面 算比例跟新屋差不多都比较多 那我不知道你的金费 不知道有没有用到 我们关于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关于还有一个回馈金 台电的回馈金 都是缴回到我们桃園市 我看了很多很多金费 所以我们关于没有比较特别 我观点不是有啦 当然有些营养 有很多报道 那个我们不谈啦 我希望你刚才的里面 就是青年回乡服务 那是很好 唯一的呢 只有农业 农业呢 青年又没有钱 两手空空的回来 也不知道要怎么 当然我们也希望农业局能够多加 多加 对我们关于的农会也好 公所也好 区公所提出来的 需要的 局长 你可以不会多多来补助一点 感谢议员的关心 我们青龙创业贷款 我们也是有在做的 我们在受信期间 我们是给他有大约有三万块 之后他如果没有办法去 他没有农地的话 可以租地去做 我们是给他创业基金也是有二十万 这样 我想比较大调的 农基居这个购买会比较困难 农基居我们都有啊 因为像观音这次观音新屋 复耕之后 因为农基的损害力也是比较老旧的 所以我们今年都是观音跟新屋 我们有申请特别 我们都会先优先 因为我们实际去看 真的他的东西都是坏掉的 那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你 你有对这方面农业的重视 还有一个 我还是要强调我们的藻礁 是我们渔民非常保护的一个生态 所以说在还没有我们政府还没有保育法 还没有成立还没有这些 那藻礁都保护得很好 我想要请教我们中央大学来已经来进行我们藻礁的调查 分布调查 他的报告结果里面我请教一下 损害藻礁最多的是什么什么单位 那应当是废水工厂的废水吧 废水一个 还有发电厂 发电厂 发电厂你盖了以后 他是怎么样 他把沙淤积过来了 完了那个藻礁完蛋了 是不是这样子 结定 所以说 电厂是一个问题 再来有一个 中油 中油也要来那边施工 中油的风力发电是不是 不是 不是风力发电 中油有一个接收站 对 接收站 他一定会影响到藻礁 我还是再次跟局长讲 渔民非常爱护藻礁 不要把渔民罪灌在渔民身上 渔民他们从小以前就在那里长大 很多人扣那些吃穿的 是小孩的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把方向抓对来好不 我给大家再来讨论一下 好我们会努力去做 好谢谢 刘机长我请教你们 防汛道路真的是做得很好 那傅林溪上个月有去 有一个复案工程 已经做好了 是 想说科长在这里 傅林溪还有没有需要 往上往下做的 我希望能够达到我们防汛功能 所以一定要往上 到大关路接好来 往下到新村路 请立马正行 没有当场就讲 科长 好谢谢请坐 接下来我们请李光达议员发言 谢谢副议长 那个农业局 农务科长 科长 那个我们农委会 宣誓这个局援浦 是不是在分三阶段 要来取消这个标章 是不是 你知道这个是吗 吉原浦县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本来是想要把吉原浦标章废掉 可是后来他改变了 就是说再加上那个QR Code 变成可回溯的继续使用 可以标章还可以继续使用就对了 所以说并行QR Code 二维条码 跟我们的吉原浦标章 所以不会完全退止掉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到108年的6月 也没有这样的规划吗 政策上有转折吗 目前他现在是加上就是 就是可回溯的QR Code 然后让吉原浦继续使用 好 那我们想 农委会检测我们台北市一些学校 在我们桃园的巴德第三产销班 检测出这个达特南这个用药 你如何替我们第三产销班 做一个平反 还有